第341章见到境界 楚行云和夏清城两人 已经离开了这里 甚至都看不到身影了 但人群并没有马上离去 而是呆立在原地 取久后 他们终于回过神来 坐鸟受散 并且将刚才发生的事 大肆宣扬了出去 很快 整一座古建城沸腾了 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舞者 心中毫无其他思绪 唯有嫉妒 虽说楚行云拒绝迎娶夏清城 但最后 夏清城非但没有恼怒 还主动邀请楚行云 两人一同进入了庭院 语者 风华绝代 正直妙龄 男者 俊义无双 血气方刚 孤男寡女 共处一世 很容易让人浮想连篇 所以 此时此刻的古建城 有无数青年俊杰相聚在一起 抬头望月 对卓门酒 发出了一阵阵无奈的感叹声音 对于外界的情况 楚行云虽没有亲眼看到 但也能猜到个大概 心中不禁苦笑了一声 他此行来到古建城 想要保持低调 不被众人注意到 现在 他反而成了众矢之地 还在无形中树立了不少敌手 被那些家伙盯上后 试炼的难度增加了不少 但比起得到这一物 哪怕树立再多的敌手 也是值得的 楚行云在心中暗暗说道 心神为宁 朝陵海望了过去 视野中 灵力如剑 日夜不休地缭绕着青连陵海 而在青连陵海的中央之处 则是出现了一道刺目光晕 这道光晕 仅有米粒大小 细细望去 他竟呈现出剑之行 不过 此剑并不完整 有剑秉而无剑间 是一柄断剑 到了耳旁突然响起下青城的声音 楚行云猛然肩回神 目光朝四周望去 发现这里是一座别致庭院 小桥流水 阁楼青池 到处都透着悠扬之气息 我在古剑城居住三年 三年来 你是第一个踏进这座庭院之人 下青城寻一处时已坐下 眼神显得波澜不惊 楚行云淡淡一笑 在下青城对面坐下 煞有其事地点着头 到这座庭院内 的确只有你我两人 但庭院之外 却驻守着十八名高手 其中五人 还踏入了天灵之境 沙沙 话还未说完 庭院外的古树上 便是传来了摇晃声音 使得下青城的脸色微微一变 有些尴尬到 好生犀利的洞察力 难怪你面对着我的邀请 会如此爽快地答应 这倒不是 楚行云耸了耸肩 回到 你刚才说得很对 现在的我 已经被无数天才青年盯上 一旦离开擂台 恐怕会遭到无数人的挑战 我实力低违 又岂敢面对着如此多的高手 更何况 我作为破开剑碑的第一人 青城公主显然对我充满了好奇 甚至还希望从我的口中 得知剑碑的心秘 在得到答案之前 你不可能对我出手 话音相互衔接 如玉珠落盘 让下青城呆了下 他拍了拍手 称赞道 能在一瞬间想到这些 并做出决定 你果然不是普通人 不过这样也好 倒是省去我解释的功夫 说话间 下青城的神色变得锐利 开门见山道 你刚才说 以我现在的境界 最好莫要接触剑碑 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个回答对你来说 很重要 楚行云反问一声 很重要 下青城重重点头 坚定到 三年前 我无意中得到剑碑 经过日夜研究之后 我发现这座剑碑 竟能感应舞者的剑道境界 剑道境界有四大层次 分别是 略有小城 登堂入室 登峰造极和人剑合一 当舞者达到人剑合一的境界 就能用剑气刺穿剑碑 这就是为何 白木尘能在剑碑上刺出一道剑痕 而方施则不能 其实 早在半年前 我就达到了人剑合一的境界 全力出手之下 可以在剑碑上刺出一道身痕 但仍是未能将其完全破开 所以 我感觉剑碑来历不凡 一定蕴含着某种心腻 下青城凝视着楚星云 一字一句 皆是无比的清晰 他眼中的狂热之色 让楚行云的神色一领 眼中闪过一抹一彩 只见他站起身来 从树上折下一根树枝 静慕凝神 好好体会 楚行云道了一句 旋即 他将树枝微微举起 手臂甩动 树枝从高处落下 带起一阵嗡鸣声音 不断逼近了下青城 呼 下青城的发烧被吹起 在他的凝视下 这根奇长的树枝 却是给他一种轻柔无物的感觉 仿佛不存在那般 人剑合一 下青城惊呼道 这一种古怪感觉 正是他所领悟的人剑合一 不过 楚行云并没用剑 仅靠一根树枝 就释放出了那种神韵 这并非是人剑合一 而是举重若青 楚行云打断了下青城的说话 随后他将树枝放下 从地上捡起了一根青草 手臂轻甩 那根青草动了 竟也带起了一缕风声 此风声 充斥着一股浑厚之感 仿佛楚行云挥动的 并非轻柔青草 而是一柄重达千百斤的重剑 让下青城有种强烈的压迫感觉 这事举轻弱重 楚行云的话音落下 动作依旧不止 不拿一物 而是将手臂举了起来 双指围肩猛然间挥动 朝着下青城劈坎过去 在下青城的眼中 楚行云的手臂 仿佛变成了一柄凌厉之剑 但这一柄剑 既不轻柔 也不沉重 犹如一抹虚幻 让人感觉极为的不真实 眼看手臂要落在下青城身上 楚行云微微发力 将手臂抽了回来 刚才的那股凌厉气息消失掉 重新变得平淡如水 到刚才 则是无重无轻 这三个层次 任何异者 都能让剑碑有所感应 若能达到无重无轻的地步 就能轻松撕裂开整座剑碑 戈登 下青城的心脏狂颤 感觉在自己的眼前 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一直以来 都觉得人剑合一 是剑道的最高境界 就连万剑格的剑主 都未能完全领悟 是剑道之极致 巅峰 没想到 人剑合一 只是基础而已 在其上 还有更为高深的举青若重 和无重无轻 楚行云目光扫过 似乎看穿了下青城的小心思 摇头笑了一声 道 这三者 颇有几分玄妙 但也只是剑道基础 在这三者之上的灵剑合一 才算是真正的剑道之境界 第三百四十二章篇指的心 灵剑合一 下青城满头雾水 望向楚行云的美眸中 充满了求知欲望 里门口中的人剑合一 就是人与剑气之间 融为了一体 剑就如人体的一部分 能随心所欲的掌控 楚行云的话音很是平淡 但落在下青城的耳中 却犹如至高真理 举重若轻 举轻若重 无重无轻 这三者乃是人剑合一的精髓 如若遵循楚行云的说法 下青城的境界 只停留在举重若轻的地步 是基础中的基础 而所谓的零剑合一 便是武灵和剑气融为一体 以剑为载体 武灵为媒介 从而沟通这片苍茫天地 运用天地的无上之力 楚行云话音不止 依旧说道 何为道 天地为道 以剑掌控天地 方能称之为真正的剑道 区区人剑合一 不过是运用了人体之力 只能算是基础 你能轻松破开剑杯 那是否说明 你已经踏入了真正的剑道 下青城双眸一亮 楚行云所说的话 好玄妙 跟他理解的剑道 完全不同 现在的我 还未踏入真正的剑道 楚行云摇了摇头 回到 零剑合一 不仅需要有高深见解 还需要经过天地之力的洗礼 这一过程 难度颇大 而且 随着你的境界越来越高 你所接触到的天地 也截然不同 出道这里 楚行云神态有些怅然 上一世 他早已领悟了剑道真随 一剑挥出 连天帝都要瑟瑟精明 虽说重生之后 他依旧知晓剑道之真随 奈何他的实力太弱 根本无法承受海量的天地之力 否则 悬又齐悬的零剑合一 不过是弹指之事而已 那零剑合一 是否就是剑道的巅峰 夏清城又一次发问 在我看来 剑道 永无巅峰 更无尽头 楚行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脑袋抬起 双眸凝望着这片天穷 心有昂义 四耀凌驾于九霄之上 这一抹眼神 映入了夏清城的眼帘 竟让他有一种共鸣之感 剑道 永无巅峰 更为尽头 这 正是他一直追求的真理 而楚行云的出现 不仅为他打开了一扇门户 更让他对剑道有了更深的领悟 片刻后 夏清城回过神来 与风一转 有些恍然道 按照你刚才所言 剑杯 应该跟零剑合一有关 即便我知晓这点 但我的境界 却远远不足 根本毫无作用 对吗 简单来说 的确是这样 楚行云的脸色有些甘大 剑杯 是夏清城之物 他的出现 让剑杯化为了粉碎 而剑杯中的剑尖 也融入了他的领海 再也无法分离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 楚行云 都欠了夏清城一个人情 原来如此 是我的境界太低下 根本无法钻研出剑杯的心力 正当楚行云寻思着 要如何补偿夏清城的时候 他突然回过头 对着楚行云淡笑一声 见状 楚行云不禁呆了夏 心中浮起一丝谎异 他现在终于知道 为何夏清城被称为大夏皇朝第一美女 这一抹笑容 很美 似能将冰山融化 让出生夜空的角落 都没有了颜色 夏清城察觉到了楚行云的表情变化 心中 居然有一丝窃喜 只见他站起身来 对着楚行云道 时间也不早了 我先回房休息 此地是我的行宫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这段时间 你若是不嫌弃的话 可以暂时住在这里 说完 他没有给楚行云回话的机会 脸部轻膜 如同晚夜的偏仙仙子 快步离开了这边 看来 这个人情是越欠越大了 楚行云满脸都是苦笑 这个夏清城 虽看上去冷漠 但内心极为善良 更重要的是 他对于剑道 也有一颗偏执的心 这点 跟楚行云很相似 夏清城的庭院极大 里面有不少的空房 楚行云随意找了一间修炼密室 跨步走了进去 密室中 楚行云盘膝而坐 他的领海内 充斥着剑行灵力 呼啸如风 释放出一阵阵空明剑影之音 而在中央处的那枚剑间 居然也开始战斗 似乎形成了某种共鸣 青帘剑体 鸣 随着楚行云的一声低喝 青帘领海陡然一颤 那一抹抹连半缓缓展开 灵力如同游丝 将剑间包裹住 乃至将其收入了领海 翁 剑间战斗的越发急促 当接近极限之时 整一枚剑 净爆涌出海量的天地之力 犹如狂暴野兽 瞬间就挣脱了青帘领海的束缚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楚行云愣了下 一瞬后 她的眼眸微微凝固 青帘领海收拢 那股无穷无尽的剑形灵力 也缓缓消散掉 不再朝着剑间涌去 在同时 剑间也停止了异动 狂暴的天地之力收回 从虚空中轻缓落下 请可回归平静 还好及时收回灵力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楚行云死死盯着剑间 待领海不存丝毫意象之时 方才是长输了一口卓戏 刚才那股天地之力 好生庞大 几乎是壁空顶的千万倍 狂暴凶猛 根本无法控制住 这枚间 来自剑杯 乃是残缺之物 如无意外的话 它应该跟传奇古剑 有莫大的关联 至于剑间的另外一半 确实不知晓其下落 如此庞大的天地之力 若是我能随意掌控住 应该能洗礼灵剑 进入灵剑合一之境 但要如何掌控天地之力 确实更难题 楚行云在心中拈难道 双眸凝望着剑间 隐约透出一丝沉思神色 一日清晨 楚行云离开修炼密室 朝着下清城的房间走去 他还未走出几步 前方 响起了几道剑鸣声 目光朝声远楚望去 却见在阎武场方向 一身静装的下清城 正手持寒光长剑 一剑剑刺向前方的木把 他的剑 不快 散发出浑厚气息 但给人的感觉 却犹如没有重量的棉絮 很轻 很柔 甚至难以感觉到剑锋的存在 楚行云看到这一幕 嘴角浮起笑容 鼓掌道 你对举重若轻的理解 已经彻底稳固了 短短一夜 就能有如此进步 着实不错 听到楚行云的夸耀 下清城的脸颊上扶 其两抹红韵 收剑 诞声说道 昨夜 你施展得如此细致 还让我被剑到 有了全新的看法 如果未能有所进步 岂不是白费了你的苦心 文言 楚行云没有回话 脸上笑意更浓 距离试炼开始 还有十余日时间 经过昨天一试 你已经变成众矢之地 稍有不慎 就可能遭遇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 你还是与我同行吧 夏清城有些担心道 他知道楚行云的剑道天赋很高 但 习剑事恋不仅仅考验剑道天赋 更考验修为和实力 楚行云的修为 仅是第零五重天 处于中游水准 一旦遭到围攻 根本不可能活命 放心 我自有打算 楚行云耸了耸肩 倒是没把这剑事放在心里 随即 他一过目光 问向了夏清城 道清城公主 你当初得到剑碑的时候 是否有天地异象发生 又或者 你有没有看到第二座剑碑 第343章古剑会 剑剑本就残缺 被埋在了剑碑深处 而另外一半剑身 极有可能埋在另外一座剑碑内 三年前 夏清城无意中得到剑碑 是唯一的目睹之人 也只有他知道 那个时候 是否出现了天地异象 或者有另外一座剑碑 夏清城末代回忆 阐述道 当时我在喜剑山外历练 路过喜剑池的时候 虚影图生 随后我就看到了剑碑 除此之外 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天地异象 更不存在另一座剑碑 听罢 楚行云眉头促起 有些许失望 这座剑碑 来自喜剑池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惑 应该都能在喜剑池找到答案 看到楚行云的模样 夏清城安慰了一生 成你极言 楚行云嘴角为先 话音刚落下 他的双眼 突然看向了侧方位置 在那里 有一道人影出现 那人影是一名黑衣老者 头发花白 年纪似乎不小 但他身上却散发出浑厚气息 至当至阳 赫然以达天灵之境 黑衣老者并未进入庭院 而是悬浮在了半空 对着夏清城微微躬身 道 公主 古剑汇即将开始 还请您就此出发 我知道了 夏清城摆了摆手 那老者立刻消失不见 什么是古剑汇 楚行云好奇问道 喜剑是恋 事关重大 关系到能否进入万剑阁 因此 在试炼开始之前 各大皇朝的天才青年 汇聚集在一起 共同商议试炼之势 同时也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这一宴会 便被称为古剑会 由于喜剑池的缘故 今年的试炼尤为的浩大 天才武术 妖孽横行 相对的 此次古剑会也变得极其重要 任何人 都不敢小觑 夏清城的话 让楚行云完全明白过来 此次试炼 聚集有数千人 但最后能进入喜剑池的 尤其仅有十人 这其中的竞争 势必惨烈 而古剑汇的出现 却可以让他们相互沟通 合作 诸多天才齐聚古剑会 不仅可以寻求合作 还可以观察他人的实力 从而提前做好防备 这一点 应该是清城公主 参加古剑会的原因吧 楚行云虽是发问 但他的语气 却极为笃定 经过一日接触 楚行云对下清城颇为了解 他生性冷兵寡言 少有主动接触他人 他参加古剑会 定然不会大谈合作 这只是原因之一 下清城也不隐瞒 坦然道 此次的古剑会 将召开一个小型的拍卖会 里面所拍卖之物 有一柄剑气 我是势在必得 而且 听说此次主持古剑会之人 是万剑阁的真传弟子 换为长明阳 长明阳 楚行云的目光微微一宁 脑海中 树然浮起了一张丑恶至极的青年面容 当初在齐天风 长明阳掠夺了云藤商会的所有底蕴 即将离开之时 还出手夺走了斩空剑 并且嘲笑楚行云不是一鸣剑修 没资格用剑 这一幕过去了许久 但每一次想起 楚行云的心中都会充满杀意 这股杀意 如一盏新红血灯 让他紧记当日之耻辱 清城公主 这次的股剑会 我能参加吗 楚行云深吸几口气 这才将杀意压制下去 当然 夏清城点头 他以为楚行云想参加拍卖会 提醒道 不过 这次的拍卖会 都是拍卖价值连城之物 你如果想买一些东西 最好准备多一些零食 好 楚行云微笑道 给予夏清城一个放心的眼神 其实 楚行云没想过要买东西 他前往古剑会 仅是为了常明阳 他参加喜剑试炼 进入万剑阁 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复仇 此刻 常明阳出现在古剑城 还要主持古剑会 楚行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只不过 如果遇到了心仪之物 楚行云也会直接出手买下 昔日 常明阳夺走云藤商会的所有底蕴 让齐天锋变成一片废墟 那些零食和零财 虽贵重却没有让楚行云感到心痛 真正的贵重之物 一直都存放在那空间中 毫发无损 况且 随着云藤商会的重新运转 楚行云所拥有的财富 更加恐怖了 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恐怕就连大夏皇朝所拥有的财富 都不及他 由于这次古剑会的盛大 身为一招公主的夏清城 自然要精心打扮一番 片刻后 夏清城的房门打了开来 他身穿一席蔚蓝长裙 腰之国有玉带 完美衬托出曼妙深思 乌法似漆 其上带有几枚金玉发簪 美目流转之间 红唇玉滴 流露出端庄显雅之气息 楚行云看到夏清城的瞬间 眼中就抱涌出惊艳神色 打趣说道 你以如此完美的姿态出现 恐怕今日后 整座古剑城都会陷入疯狂之中 听到这话 夏清城没好奇地瞪了楚行云一眼 但他的俏脸上 却无责怪之意 笑意盎然 如同春日盛开之繁花 动人心魄 时间不早 我们还是尽快出发吧 夏清城看了看天色 脚步挪移 镜子朝外走去 这次古剑会的举办地 在城主府附近的一个小湖泊内 两人一路急掠 约莫半个时辰后 便是进入了湖泊 前方 有一条黑石铺城的小路 两人缓缓地往前行走 片刻后 在楚行云的面前 出现了一处造型雅致的阁楼 位于湖泊中央 颇为华美 在阁楼内 已然是有不少身影 李根警我 走吧 夏清城回过头 对着楚行云淡淡一笑 话音落下的一刻 他的脸上重新布满了寒意 犹如楚行云当初第一次见到他那般 随即 夏清城步伐跨出 一股高贵冷艳之气息 从他身上弥漫了出来 清城公主 道 夏清城身旁有两名黑衣老者 当他踏入阁楼的瞬间 一股高浪声音 从两人的嘴中吐出 话音夹杂着凌厉 响彻了整座阁楼 请客 阁楼内的所有人 都停下了议论声 纷纷朝声援楚望去 当他们看到夏清城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惊叹声音 心脏剧烈跳动起来 双目凝聚于前方 似乎在看待一件完美的艺术品那般 根本不愿意移开 他是谁 这时候 有人注意到了楚行云 伴随着这道声音 众人看向了楚行云 眼泪 竟也是闪过了一抹金色 此刻的楚行云 并没有刻意整理 但他那张俊逸非凡的面庞 却和夏清城遥相呼应 尤其是那双眼瞳 漆黑如墨 深邃如同万古星辰般 令人很容易就陷入其中 如此完美的两人 从阁楼外并肩走来 身后楚 是波光灵灵的湖泊 阳光垂落在湖面上 折射出迷蒙之水光 衬托着两人 似一副爵士画卷 令人心醉 第344章偏袒 这阁楼极为的宽敞 人群众多 在他们的身前 摆放着红木雕刻而成的桌椅 以中央为原星 桌椅环绕 看上去颇为大气 此时 整座阁楼没有了刚才的喧闹 所有人都止住声音 将目光落在楚行云的身上 这些目光各不相同 有惊诧 有疑惑 有愤怒 但更多的却是阴沉和冰朗 如此一幕 让阁楼的空气为之凝固 细分尽是变得僵硬起来 寂静之中 透出着几分隐晦杀鸡 弥漫于虚空当中 近日乃是古建会的召开之日 来往之辈 要么是王国天才 要么是皇朝俊杰 你 有何资格进入此地 一道阴冷声音传出 说话之人 楚行云并不陌生 是白牧尘 昨日之刻 白牧尘当众出手 在剑杯上留下一道浅痕 此痕迹 让他看到了希望 觉得自己可以接近夏清城 乃至夺得美人芳心 但楚行云的突然出现 打破了他的所有幻想 最后 楚行云还得到了夏清城的邀请 两人 并肩进入了庭院 共度一宵 这样的结果 太戏剧化了 让白牧尘难以接受 今日 他看到楚行云来到这里 双眸瞬间变得血红 争吟之意 让所有人都可以清晰感觉到 李修为太弱 根本没资格参加古建会 方师也站了出来 吼声如诗 让整座阁楼都颤了几下 冷意越发浑厚 不仅他们两人 在场之辈 有不少夏清城的爱慕者 对于楚行云 他们也是略有耳闻 虽未见过 但心中已有冷意 是我邀请洛云前来此地 你们两人有什么意见吗 夏清城冰冷开口 用一种冷漠的眼神 看着方师和白牧尘 听到这话 许多人目光为智 夏清城居然主动邀请此人 难道正如同谣言所说 这个名为洛云的青年 已经得到了夏清城的放心 两人在昨天晚上 已经结成连礼了 白牧尘的脸色越发难看 他目视着楚行云 扭头道 清城公主邀请之人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但此次的修为太弱 如果传出去 恐怕会惹人非议 此言即是 古建会只容天才 方师也悍然出声 他对白牧尘虽无好感 但楚行云却是他们的共同敌人 自然要联手欲敌 楚行云皱了皱眉 刚欲开口 却见夏清城抬起头 看着方师和白牧尘两人 声音没有丝毫 波兰地说道 你们的话 说完了没有 人群一愣 不知道夏清城此话何意 这里为古建城 乃是我大夏皇朝之疆土 而我 是大夏皇朝的公主 遵父皇之命 掌管古建城 我要邀请之人 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指点点 如果你们执意不想看到落云 请你们两人滚离此地 冰冷的话音 从夏清城的口中吐出 阁楼 宛若有一抹寒风扫过 让方师和白牧尘 感觉浑身冰凉 僵硬在了原地 在场人群也是心脏抽搐 一个更难以置信的 看着眼前画面 他们可以清楚感觉到 夏清城怒了 唯楚行云而怒 看着满脸怒意的夏清城 白牧尘握紧着双拳 眼眸狠狠盯着楚行云 却是不再说话 这里 是古建城 大夏皇朝之疆土 而白牧尘 来自遥远的天风皇朝 他纵使在如何恼羞 暴怒 也不愿因为一个楚行云 就跟夏清城彻底地闹翻 堂堂七尺男儿 居然躲在女人身后 让女人围棋撑腰 如此甜不知耻的举动 还真是让我方师大开眼界 就在白牧尘退后之时 方师确实说话了 他的嗓音极大 如同雄狮怒吼 而他的那双暗金眼眸 更是直接看向楚行云 根本没有掩饰心中的嘲讽之意 方师 不愧是甘武皇朝的第一狂人 果然唱狂霸道 夏清城眉头皱紧 刚要说话 却看到楚行云踏步站出 冷笑道 不说话 并不代表闪躲 更不代表没弱 同时 大肆出言 并不代表强大 更多的 往往是须有其表 说着 楚行云唯唯仰头 那泰然自若的神态 透着与生俱来的自省之意 人群看到楚行云的如此神色 心头竟忍不住战斗起来 此子 拥有这样的容貌和气质 难怪夏清城会多次出言偏袒 牙尖嘴利之背 你可敢跟我一战 方施冷视着楚行云 身上 早有战役弥漫 方施 你的修为要远胜过洛云 你们两人一战 根本 夏清城深知方施的实力之强 急忙要开口反驳 但他的话还没说完 楚行云回到 如何战 夏清城一惊 回过头 却见楚行云面不在意 云清风淡 既然你来到古剑城 多半是要参加喜剑试炼 这样吧 你我压制灵力 各出一剑 谁占据上风 谁便获胜 方施冷笑道 随即只见他手掌往虚空中挥动 嗡鸣声绽放 一股低沉见鸣声响起 竟是带着狂暴之感 看到方施的举动 有不少人在心中暗骂 方施的武灵 乃是猎土荒施 为原力无品层次 这一武灵 让他的全身体魄极为可怕 即便压制住所有的灵力 也是不容小觑 他的提议 表面上看很公平 其实已经让楚行云落于了下风 没必要比了 楚行云陡然出声 让人群神色凝固 立即忘了过去 方施也停下动作 看着楚行云 大笑道 你这么快就要认输了 此战 你必输无疑 所以 没有比的必要 楚行云吐出几道字音 让方施的笑容立刻凝固在了那里 他的身体不断战斗 毛发根根竖起 仿佛化为了一头人形狂施 不仅是方施一人 在场许多人都是心生目异 楚行云的话语 狂妄 太狂妄了 还未一战 就说方施已经输了 人群前方 夏清城则是露出一抹奇带的神色 在他的眼中 楚行云的体魄 虽远远不如方施 但他的剑术却尤为高超 两相抵消之下 双方的实力 应该在伯仲之间 此战 并然激烈 第345章连败两人 既然你如此狂妄 敢敢小瞧我 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方施怒急 脚步朝前方跨出 率先站在了阁楼中央之处 他的手中 出现了一柄金刚长剑 此剑很是普通 并无玄妙之处 此战 单纯比拼剑术 普通的金刚长剑足以 看到方施走出 楚行云这才不急不缓地站起身来 手中同样出现一柄金刚长剑 双眼平静 就这样淡淡地凝视着方施 站 方施吐出一道喝声 声如狂狮 在虚空中闸响 让所有人的心脏猛颤了下 刹那间 方施的双手之上 弥漫出一股狂暴无比的剑气 剑气横扫 让空间发出痴痴的声响 只是一杀 他仿佛浑身沐浴在这种狂暴剑气中 砰 方施猛踏右脚 剑气绽放 让地面发出沉闷的碎裂声 他脚下的土地 竟直接碎裂开 蔓延出一道道深刻剑痕 好霸道的力量 人群心中为精 方施的剑术 狂暴而又粗广 以力破力 但同时 他的体魄也是极为强悍 举手头足间 都能轻易摧毁万金巨岩 感受到众人的惊叉目光 方施扬起头颅 似乎很是得意 他眼眸一瞥 却发现楚行云仍站在原地 剑尖低垂 根本没有任何动作 剑修之战 气势极为重要 此人面对着我 连一丝动作都没有 果然只是一名狂妄之辈 方施心中满是冷笑 身形闪掠 他的身体降临到楚行云身前 常见劈杀而出 仿佛化身狂暴雄狮 扑杀而下 楚行云依旧站立 却见他抬起手掌 长剑上有森然寒光流转 剑身虚浮 好似在这一个瞬间 就化为幻影 彻底消失在人群的视野中 我赢了 方施嘴角带着嘲讽笑容 他距离楚行云 仅有三尺之巨 在如此狭窄的空间内 对方根本没有躲避的可能 然而 楚行云想过要躲避 只见他双眸闪烁出夺目之光滑 剑线虚空 让周围的空间都充斥着一股玄妙力量 无重无轻 无影无形 但又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人群眼中 静止迎上了方施的狂暴之剑 弄插 剑锋碰撞 狂乱的剑气释放开去 压迫在两人的身上 这一股剑气 太强悍 落在方施的身上 如同巨石落地般 发出了一道道闷声 一抹无比痛苦的表情 浮现在他的面庞上 但 痛苦归痛苦 方施心中却极为欣喜 我拥有猎土荒石武林 体魄要远远超过同级强者 连我都被这股剑气反震 那个家伙 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 方施在心中暗道 他目光朝楚行云望去 然后整个人都呆住了 视野中 楚行云就站在他前方 相隔仅有半尺 那些狂暴剑气落在他身上 似凝凝入入海般 顶刻消失掉 且没有发出半点声响 这一画面 就好像一枚沙粒 砸落在无尽陆地上 根本不值一提 滚 楚行云眼中闪过 一丝不耐光滑 常见为颤 将那些剑气都震散掉 一丝流光奔略 落在方施的身上 将他震飞了十余米 撞击在墙壁上 眼光消散 当场昏迷过去 声消 几净 人群无不是瞠目结舌 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目光 凝视着楚行云 在他们的心中 楚行云的实力 远远不敌方施 这一战的结果 早就已经呼之欲出 没有半点悬念 此时此刻 他们的料想 成真了 这一战 的确没有半点悬念 只不过 落败之人 却是方施 好犀利的剑术 好霸道的体魄 夏清成也是长大着嘴巴 他知道楚行云的剑术高深 但没想到会高深到这般地步 一个念头 就震碎了方施的剑气 而且 楚行云的体魄 也好生霸道 无惧双方剑气 一举即飞了方施 这一切的一切 犹如黑雾 完全笼罩住楚行云 让他增添了几分神秘之感 饶世下清成 都深深看了几眼 心中充满惊奇 楚行云战胜方施后 脸上无一丝表情 漫然道 这就是甘武皇朝的第一狂人 真是让人感觉到失望 他的话音 直指昏迷倒地的方施 但那双漆黑如墨的眸子 却是看向了白牧尘 道 我听闻白公子已经触摸到了 人剑合一的门槛 剑术无双 曾击败无数强者 我倒想要看看 你的剑到底有何玄妙 书罢 楚行云抬起手 一道道剑气释放 最后汇聚成一柄巨大古剑 剑无灵力 却带有毁灭天地的可怕威势 白牧尘感觉到这股剑气的森然 他的脸色阴冷了起来 双手成拳 死死紧握住 他心里清楚 楚行云的这一番话 就是要击他 让他出手一战 从而证明自己的天才之名 堂而皇之地进入古剑会 但最无奈的是 白牧尘还无法拒绝 如果他拒绝了楚行云 必定会遭受众人吃笑 让人觉得白牧尘怕了楚行云 不敢应战 这样的结果 比输了 更丢人 心中思索片刻 白牧尘低喝一声 身体落到楚行云面前 眼神森森地说道 你这次是真正的惹怒我了 翁一声 剑影响起 白牧尘手持长剑 朝着楚行云震杀而去 仅是一瞬间 灵力的剑光降临 剑光虽沉重 却无丝毫重量 就连一丝天地灵力 也是没有 保持着最纯粹的剑光 人剑合一 白牧尘又是一喝 长剑向前 但却见楚行云的身影到了 站在他面前 手掌为叹 长剑频频刺出 这样的剑 很慢 没有半分利器 但不知道为何 此剑却破开白牧尘的剑气 一直映入了他的双眸 似要将他彻底诛杀掉 白牧尘身体僵硬住 他的眼中闪过一抹挣扎之色 刚欲认输 却是见到一道寒光扫来 狠狠擅在了他的右脸颊之上 后果 自然如同方师那般 倒飞出去后 完全昏死了过去 真是无趣 楚行云摇了摇头 收进而行 回到自己的座位 待他重新落座 人群这才回过神来 无不是眼睛睁大 死死盯着地面上的两人 没多久后 他们的神色变了 不敢再蔑视楚行云 甚至连看都不敢了 表现得很惊人 但 稍稍有些霸道了 下青城侧过身 对着楚行云轻声道 方师和白牧尘 都是一方皇朝的天才妖孽 这样的两人 到哪里 都将万众瞩目 就连在古剑城内 也不例外 但现在 他们却如同死狗 那般昏倒在地上 实在是让人苦笑不已 我觉得 这样倒也不错 难道你不觉得 现在安静了许多吗 楚行云耸了耸肩 语气显得很随意 他这次出手的目的 是为了立威 以强横之姿态 连败两人 用事实来塞助人群的 悠悠之口 如今 他做到了 人群都乖巧地闭上嘴巴 再也没有多说半句 这就足够了 至于举动是否霸道 是否妥当 楚行云没有理会 也不屑理会 这股剑会还未开始 就接连发生争斗 你们倒也是胆大 竟没把万剑得放在眼里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冷漠声音传来 只剑在长廊之上 走来一道身影 这人身穿七黑软甲 腰配长剑 眉宇间夹杂凌厉之气 如一秉立剑 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 见过长师兄 见到此人 不管是天才 还是妖孽 无不是唯唯公身 用一种惧怕的眼神凝望过去 就连下清城 也是如此 公身行礼 这青年 自然是长明阳 他 终于出现了 第346章四剑王戏 长明阳的步伐并不算快 但每走一步 众人都有种错觉 似一座山岳压迫过来 但这种错觉 处行云处外 此时他的双眸已经冰朗 压制在内心深处的沙翼 几近疯狂地爆发出来 席卷心神 使得他的身体都开始发颤 鼻息如牛 长明阳 齐天风之灾的罪魁祸首 正是因为他的出现 才让众多无辜之人死去 埋骨齐天风 而洛兰 也是因为他 陷入了永无止境的长眠中 再也无法发出欢快笑声 这些画面 如一暮暮光影 在楚行云的脑海中闪略着 甚至随着长明阳的靠近 这种杀戮欲望 更强烈了 手掌紧紧扣住长剑剑柄 发出弄插弄插的骨骼摩擦音 洛兰 就在这时 夏清城突然拍了他一下 楚行云心神一颤 那股疯狂的杀意 立刻如潮水般逝去 双眸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深邃 现在迎面走来的独鄙青年 正是此次古剑会的主持之人 换为长明阳 在同时 他也是万剑阁炙手可热的真传弟子 近来风头无二 夏清城刚才看到楚行云陷入了沉默 还以为他不认得长明阳 立刻出言解释 炙手可热 这话是何意 楚行云猛递皱眉 他记得很清楚 长明阳离开齐天峰之时 修为以达天灵三重天 这样的修为 虽强 但在妖孽横行的万剑阁之中 并算不得最顶尖 但从现在人群的反应来判断 长明阳的地位 似乎极高 连清城公主都要供身行礼 此事说来话长 下清城顿了顿 压低了声音道 长明阳 乃是持消建主之子 天赋虽高 但生性嚣张懒散 在万剑阁的真传弟子中 并算不得出色 但在前段时间 这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文言 楚行云将心神沈夏 开始细细聆听起来 大概在一个月前 长明阳离某位强者断去一臂 他返回万剑阁后 日夜怒吼 不断狂笑 最终将此事化为动力 不仅踏入天灵三重天之境 还变得极为刻苦 一扫当日之颓色 为了报断笔之仇 长明阳召集一支队伍 发了丰实地展开了缜密搜索 而半个月前 他们一行人安然归来 还带回了海量的灵石和灵财 此举 震惊整座万剑阁 夏清城深吸一口气 继续道 正因如此 长明阳得到了万剑阁阁主的赏识 不仅授予高深剑术 还给出了诸多的锻造石材 帮长明阳凝炼剑气 剑气 听到这两次 楚行云立刻看向长明阳的腰间长剑 此剑 剑身古仆 还未离开剑翘 便发出了丝丝破空之音 音调清脆 赫然正是斩空剑 只不过 现在的斩空剑 似乎发生了变化 剑身变得更加奇长 剑柄上面的花纹 被完全抹除掉 重新印刻着剑之花纹 使得整一柄斩空剑的气息 更加凌厉了 也变得更强 那一柄剑气 乃是三文王气 名为斩空剑 听说是出自那名强者之手 楚行云成功复仇后 夺下了斩空剑 占为己有 三文王气 本就无比强悍 经过万剑格格主的细心锻造后 乌云降下 笼罩铸整座古剑城 三条雷霆真龙在虚空中蜿蜒着 逐一化为电光 朝着柄斩空剑砸去 最后 雷霆真龙消失 斩空剑的品级 也跃升为了六品王气 剑负伶俐之气 尚可穿云霄 下可裂大帝 让一中腕剑格弟子无比的兴奋 夏清成一口气说道 他的话音落下 楚行云也就陷入了沉思当中 他看得 比夏清成更深 更透彻 从注视斩空剑的那一刻起 楚行云就感觉到了一股极致的锋锐之气 这一股气息 要远远胜过当初的斩空剑 更加的凌厉 也更加的凝炼 此剑若是在涅槃境强者的手中 一剑挥下 足以撕裂出空间裂痕 就连万丈山岳 也要被无情洞穿 威力甚是可不 除了斩空剑之外 长明阳身上的那套漆黑软甲 甲腹三道神纹 赫然是三文王器 如果加上银色长靴和银色披风 那么 长明阳的身上 就有了四剑王器 可攻可守 几乎可以说是毫无破绽 长明阳的实力 本就远远超过了我 现在 他又得到诸多质宝 以我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唯有踏入天灵境后 掌控天地间的阳刚之气 才能将其彻底轰杀 楚行云心中泥南道 望向长明阳的双眼 竟带有一丝蓝色 本来 今日他想暗中出手 灭杀长明阳 以泄心头之恨 如今看来 此事 也只能就此作罢 就在楚行云感叹之时 在长廊上 还有诸多身影走了过来 这些身影 月末有四十人 皆是青年之身 有男有女 在走进阁楼的时候 嬉笑成堆 打闹不断 目光时不时撇向众人 却是立刻收回 头颅扬起 充满了不屑和巨傲 而在这些身影的守卫 楚行云看到了一个熟人 秦空 身影守卫之人 名为秦空 心念刚生 下清城寺有感应般 新生说道 此人的修为已达地零九重 随时随帝都可能踏入天灵境 成为万境阁的真传弟子 而他的父亲 名为秦秋末 也是万间阁的建筑 楚行云愣了下 他没想到 秦空 居然是秦秋末之子 下清城没有注意 楚行云的异色 他正凝视着那四十余名青年 明亮透彻的美眸中 缓缓扶起一抹冷色 道 这些人 似乎是秦家和常家的杰出子弟 伴随着他的这声疑惑 浩浩荡荡荡的一行人 悉数走进了阁楼 分成两列 站在高堂两侧 而常明阳则是登上高堂 稳稳端坐下来 近日乃是古剑会召开之日 你们放肆喧闹不说 还大打出手 实在是胆大妄为 蔑视我万间阁 难怪父亲和秦伯伯吩咐 要我带两家子弟来这里 重新整奔古剑会的秩序 常明阳一开口 声音就冷漠到极点 让在场人群的目光 站抖了下 似乎是从这一句话中 感觉到了什么 心中有一丝不祥之兆 第三百四十七章 彻头彻尾的阴谋 古剑会 乃是天才齐聚之所 理念的任何艺人 都有着赫赫声明 也唯有天才妖孽之辈 才能踏入这座阁楼 千百年来 古剑会的规矩 向来如此 从来没有更改过 但现在 常明阳和晴空两人 率领四十多名家族子弟到来 戏事汹汹不说 还要以两大剑主的名义 整顿古剑会的秩序 这一件事 太突然了 完全没有任何征兆 而在不久后的喜剑式脸中 百年一剑的喜剑池 将会出现 这两点 如果相互结合 很难让人不联想到什么 立刻肃静 见人群低声讨论 晴空大步站了出来 舍战春雷 朗声道 我们的意思很简单 这四十三名青年 来自秦长两家 都会参加此次的喜剑式脸 因此 希望你们能记亲美一张面庞 千万不要做出争斗 乃至厮杀之事 果然如此 晴空的言语 让人群的心沉入了谷底 喜剑式脸 和其残酷 数千名天才进入秘境 一同历练 相互厮杀 最后能安然通过秘境之人 才有资格加入万剑阁 而此次试炼的前十席位 方能静好真正的喜剑池 滋养周身体魄 这一点 必定会让试炼变得更加困难 艰辛 稍有不慎 就可能失去了性命 晴空刚才的话 的确很简单 就是让在场的天才妖念门 认真记住晴场两家的子弟 日后 双方如若在密境内相遇 绝不能按下杀手 更不得大肆屠戮 这样一来 试炼就彻底不公平了 试炼 本就是要在生死间突破自己 释放出自己所有的潜力 以此才有资格成为万剑阁弟子 才能用夺前十席位 进入真正的喜剑池 如果按照常名阳所说 在场的天才妖念门 不得对秦场两家子弟出手 那么 这两家子弟夺得前十席位的机会 很大 很多 要远远超过寻常人 难怪要搞出如此大的仗势 目的 就是依靠两大建筑的名头 来打压我们 让我们变成可怜的垫脚石 你们的如意算盘 未免也想得太好吧 这时 有一人站起来冷喝道 话音还未落下 晴空的脚步向前 血色长剑直刺而出 代表着死亡的光滑闪耀 毫无征兆地降临到那人的脖颈上 见风森然 直接撕裂了对方的喉管 扑 滚烫鲜血喷出 那人的最后一丝生机 也就此消散 但他的那双眼眸 依旧是死死争大着 仿佛临死前 都极为的不甘 扰乱秩序之人 杀 晴空将血色长剑收回 伸出舌头 在染血剑风上 舔了一下 整个人的面容 都变得猙獰无比 神似恶魔 人群心脏微微一紧 看着地面上的那具尸体 心神震荡 他们终于了解到 今日的古剑慧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阴谋 而在晴空后方的秦场两家弟子 全都是冷眼看着这一幕 没有惊恐 也没有荒神 仿佛已经看惯了这个画面 表现得随意冷漠 甚至 在那些人当中 还有不少人在冷言吃笑 完全没把这条人命放在眼里 现在 你们还有异议 这个时候 长明阳站起身来 眼神冰冷而又阴寒 让人群不敢说话了 长明阳的地位很高 可以说是正直风头 以他现在的修炼趋势 将来必能踏入阴阳之境 成为万间阁的建筑 掌控一方皇朝 千里疆域 对他来说 杀一两名天才俊杰 并算不得什么大事 很是随心 既然没有异议 那我就认为你们同意了此事 在此次喜见试炼中 你们绝不能对秦常两家弟子出手 否则的话 我绝不会轻饶 话音一喝 长明阳身上有一道立笑声传出 阴冷光芒流转 冲天而起 将所有人都笼罩起来 半个时辰后 拍卖会正式开始 在此之前 你们就待在此地 相互多多熟悉 这样 才可以让自己在试炼中活得更久 秦空补充了一句 随即 他和长明阳两人 便大步朝着阁楼外走去 把那四十多名家族子弟留了下来 对了 即将踏出门槛之时 长明阳回头 冷声道 我忘了提醒一点 秦常两家子弟之间 能相互找寻其方位 如果有人想暗中偷袭 我劝你们还是把这个心思放下 免得拖累整个家族 充满威胁的话音 回荡在众人的心中 让他们敢怒而不敢言 毕竟 对方的身后 是两位建主 更是万建格 他们虽占据人数优势 但面对着这样的庞然大悟 却是没有任何办法 稍有不慎 不仅会惹来杀身之祸 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屠杀 正是因为这点 人群 才没有立刻动手 否则的话 要杀这四十余人 简直是轻松至极 根本不惧怕什么报复 仇恨 长明阳将目光收了回来 眼角于光一瞥 落在楚行云的身上 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 见长明阳突然停下 晴空一边发问 一边顺着长明阳的视线方向望去 同样凝视着楚行云 失笑道 此此长得倒是俊朗 但修为太弱 仅有第零五重天 听说他跟下清城的关系匪浅 多半是依靠这层关系 才能进入古剑会 长明阳点点头 也没有多想什么 脚步继续向前踏出 离开了这里 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楚行云表现得很平静 他心中的杀意 已经完美收敛住 不泄露一丝一毫 至于他的面容和气质 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莫说是长明阳 恐怕连万剑格格主到来 也不能看穿 只因此刻的他 并没有卫装 更没有易容 楚行云扭过头 看向了那些家族弟子 来者共有四十三人 修为有高有低 参差不齐 最高者不过是第零八重天 最低者 更是出入第零之境 连阴煞之气都无法随意掌控 但正是这么一群人 看向诸多天才妖孽的时候 却纷纷扬起了头颅 面带的一只色 仿佛在看待一群 蝼蚁奴仆般 无比的巨傲 不屑 第三百四十八张万剑格局势 他们这些人向来如此 你不必在意 楚行云看向那些家族子弟的时候 夏清澄的声音传到了耳边 他缓缓回头 发现夏清澄也注视着那些家族子弟 不过 他的那双美眸中 却是散发出一抹冷意 似乎对那些人很是厌恶 你认识那群人 楚行云好奇问道 算是吧 夏清澄收回目光 声音冷漠地说道 常家家主是常吃消 情家家主则是情秋末 这两人实力强悍 深得万剑格格主的重视 自然而然的 常情两家的地位 也是不低 能轻松雄霸一方 你眼前的这些家族子弟 天赋只能算是普通 但仗着家族的崇高地位 行事霸道 手段狠辣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就连我大夏皇族 都曾吃过这些人的亏 倘若不是因为常吃消和情秋末 这些家伙 早已被人千刀万剐 死无全尸了 夏清澄脸上的森然含义 让楚行云惊了下 他没想到 夏清澄对这些人的恨意 会如此之深 可以说是杀而后快 同时 楚行云看向了其他人 发现每个人的眼中 都对这些家族子弟充满了冷意 乃至杀意 可见这些人的存在 有多么的令人憎恶 喜剑池的出现 让这次试炼变得尤为艰难 而这些人的出现 则是让试炼变得异常危险 若非实力强悍 一旦被他们盯上 恐难活命 夏清澄长叹一口气 无视了那些家族子弟的贪恋目光 喜身离开阁楼 楚行云同样站起 快步跟了过去 他瞥了夏清澄一眼 轻声试探道 那些家族子弟如此畅狂 几乎跟强盗没什么两样 难道万剑阁不会出手管制吗 夏清澄摇头 回答道 万剑阁之内 阁主为尊 往下则是剑主 而每一位剑主 麾下都掌管着真传弟子 和诸多普通弟子 总人数虽少 但阁内等级无比的森严 据我所知 现在的万剑阁 拥有二十四名剑主 如果把万剑阁看成是一方皇朝 那么剑主就是王公国侯 除非阁主亲自出手 否则的话 要管制王公国侯的家族 难度太大了 感觉到下清澄与其中的无奈 楚行云心中颇为同情 但凡剑主 修为皆是达到阴阳之境 而反观十八皇朝 最强之人 也不过天灵境界 两者之差距 太大了 如果剑主出手 根本无人能抵挡 更别说 剑主的麾下 还有诸多弟子和家族 一旦把事情闹僵 最后吃亏的 仍是皇朝 万剑阁的宗欲辽阔 举手投足间 都会影响到皇朝和王国的运转 所以 在万剑阁之中 存在着无数的勾心斗角 长翅肖和秦秋末两人 在万剑阁屹立如此之久 自然会有不少帮手 这些因素 也让这两人的家族子弟 变得越发嚣张 目中无人 只要不是姓名攸关的大事 面对着这些家伙 我们都会选择隐忍 更何况 今日之阴谋 显然是长翅肖和秦秋末布置的 要抢驳试炼的前十席位 如果谁敢出言反对 就是跟两大剑主为敌 到那时 就算能进入万剑阁 下场 都不会好过 夏清城行走在幽深长廊中 他的话音 并没有躲藏 被很多人都听在耳中 那些人的脸上皆是浮起无奈之色 显然对此事并不陌生 已不必如此消极 正所谓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他们并会受到惩罚 楚行云跟夏清城并肩而行 双眼目视前方 不动声色地说道 夏清城愣了下 凝视着楚行云 鸣嘴一笑道 希望如此吧 在阁楼后方 还有不少的建筑工群 拍卖场 就是在那里 远远望去 那拍卖场修建的华贵壮丽 便宇宽阔 可以轻松容纳千人 而此刻 拍卖场外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广场上 停着一辆辆华丽的车架 一名名身穿华丽衣袍之人 在仆人的前呼后涌之下 走出车架 向拍卖场走去 此次拍卖 虽说是古建会的环节之一 但只要是富贵权势之辈 都能进入参加 古建会的每次举行 都会召开拍卖会 拍卖会所拍卖的物品 来自各个皇朝和王国 每一件 都是价值连城的珍贵宝物 这就是为何 此刻来到拍卖场的大人物 会如此之多 那人跟随清城公主而来 想必这两人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清城公主的实力强悍 天赋更是惊人 任何建主 都想收为门徒 此子倒是幸运 居然能得到清城公主的垂青 听说此子依靠着高深剑术 轻松击败了方师和白牧尘 但他的修炼天赋普通 充其量只能为猎中上游 夏清城刚走出阁楼 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同时 那些人也看到了楚行云 一个个压低声音 偷偷议论着 夏清城皱了皱眉 偷偷瞥了楚行云一眼 见他脸上没有丝毫异色 这才放下心来 微笑着道 贵宾室在二楼 那里会亲近许多 好 楚行云点头 简单回应道 在拍卖会之前 夏清城就定好了贵宾室 刚踏入拍卖场 就有两名师女快步走来 在两人的前方引路 将他们迎上了二楼 这时候 陆陆续续有人进入拍卖场 一轮声不绝于耳 铺地 在拍卖场的中央 出现了一道柔和白光 白光从半空中缓缓落下 如一轮脚跃那般 照亮着整座拍卖场 散发出无比璀璨的光滑 白光中 一名身穿月牙色长袍的花甲老者 从半空中飞落下去 发虚发白 慈眉善目 嘴角挂着一抹何许微笑 给人与一种无比舒适之感 但 这名老者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却是极其的浑厚 灵力如同水波 朝四面八方席卷而开 竟影响着整片天地的自由运转 这次的拍卖会 居然由长青剑主主持 看到这名花甲老者的时候 下青城的双眼一亮 一股狂喜之色 从翘脸上抱涌而出 就连说话的语气 也是变得尤为激动 第349章清幻双剑 楚行云也向拍卖场中央望去 也没唯唯一促 他发现 这名老者出现的时候 端坐在大堂上的人群 都流露出了激动之色 眼眸紧紧盯着老者 表现得很是亢奋 理不认识长青剑主 看到楚行云木带疑惑 下青城诧异道 楚行云摇了摇头 他的确不认识这名老者 下青城直皱眉 解释道 这名老者 换为云长青 乃是万剑阁的剑主 他生性公正 从不寻思勾结 更不曾出手盘剥他人 因此 他在万剑阁也属于大人物 深受众人拥护 这次拍卖会由他主持 那么定然不会存在黑幕 更不会出现偏邦一方的现象 这对我们来说 无疑是大好消息 听罢 楚行云露出了一抹笑意 试炼即将开始 任何人 都想要在这段时间内 增强自己的实力 这次拍卖会 就是一大契机 是提升实力的最佳途径 由云长青主持拍卖会 他们很是放心 不会受到差别待遇 云长青站在中央处 开始宣讲一些关于拍卖的规则 同时 这次拍卖会的物品清单 也送到了每个人的手中 楚行云将清单打开 上面绘画着一幅幅物品画像 每一幅都画得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 而在画像的侧方 还有一些文字说明 可以让人很直观地看到 拍卖物品的具体情况 李所说的剑气 莫非就是这套双剑 楚行云瞥了下青城一眼 发现他凝视着一物 眼瞳微微紧缩 很是专注 此物 是一套双剑 名为清幻双剑 位列一文王器 剑身为二 一者轻盈灵动 另一者迷幻无踪 相互配合之下 可以让剑气藏匿在迷蒙幻物之中 令人防不生防 下青城回过神来 微微笑道 我的武林是双翼幻蝶 能衍生出重重幻境 恰好能够跟清幻双剑完美配合 若能得到此剑 我的实力能提升四成之多 此剑的确很适合你 楚行云笑着赞同 目光一转 继续看向了物品清单 这次的拍卖会 临近喜剑实链 所有的拍卖物品 都是极为贵重之物 连王器都不在少数 只不过 这些王器都只是普通货色 最高者 也仅仅为圆列三文层次 嗯 忽地 楚行云的目光凝固 落在了清单的角落处 在那里 绘画着一柄重剑 剑长四尺三 外表通体有黑 剑体身黑之中 阴影透出红芒 两边剑锋都是顿口 很不起眼 容易让人忽略掉 只见楚行云细细打亮着这柄重剑 眼眸最深处 竟闪过了一抹金芒 似乎对于此物的出现 表现得很是惊诧 夏清成发现了楚行云的异样 看着那柄重剑 开口道 这柄重剑看上去颇为玄妙 但 我劝你还是不要浪费时间 把心思放在此剑的身上 这话是什么意思 楚行云发问 夏清成顿了顿 回答道 这柄重剑 乃是长明阳从一处密镜中的来 此剑的重量 足有千金之巨 寻常地灵镜之人 根本无法随意挥动 除此之外 此剑极为古怪 不管贯注多少灵力 都不会有所变化 可以说是一把费剑 长明阳将它送到拍卖场 估计是想趁着试炼在即 狠狠赚一笔 长明阳 楚行云愣了下 追问道 这柄重剑 是长明阳之物 夏清成重重点头 道 听说是长明阳从一处密镜中的来 得到此剑后 让万剑阁轰动一时 都觉得此剑不同寻常 但细细尝试后 皆是觉得此剑无用 久而久之 就无人问津了 这时 拍卖会正式开始了 随着云长青的出演 第一件拍卖品出现在了人群的视野中 顷刻间 一连串的爆架声音响彻在大殿内 气氛尤为的火热 夏清成也将视线移了过去 没有再查阅物品清单 然而 他扭头的一瞬间 正注视着七黑重剑的楚行云 突然流露出一抹玩味笑意 当初在齐天风 长明阳堂而皇之地夺走了我的斩空剑 而现在 他拿出的古怪重剑 却是恰巧被我看到 难道说这就是一爆还一爆 不过 这重剑是否那件东西 我还不能完全确定 必须看到真品后 方能定夺 楚行云在心中呢喃着 脑袋抬起 双眸朝着正前方的贵宾室望了过去 最终落在了一名独臂青年的身上 那人 自然是长明阳 两人所在的贵宾室 相对而立 很容易就能看到对方 此时 长明阳并没有注意到楚行云的目光 他凝望着下方的拍卖台 不时出言报价 将一些珍惜灵财购买下来 以此炼制丹药 提升自身修为 不仅是他 在场所有人都是如此 挥洒千斤 只为够的心头所好 下面这件拍卖品 名为清幻双剑 云长青的声音提高了许多 手掌挥动 闪烁着青红两色光滑的双剑 便出现在拍卖台的上空 剑身迷蒙 将整座宫殿都笼罩住 如梦 如幻 这套双剑的介绍 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 一旦释放出灵雾剑光 即可供 也能守 实乃罕见之物 喜拍价为五十万零时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千枚 话音刚落 下方的人群顿时陷入了沉默中 在正常的情况下 一文王器的价值 也就在五十万零时左右 这套轻换双剑 虽说能功能守 但这两方面 都算不得很出色 花如此高昂的价格 购买一件平庸之物 实在是有些不值得 如此想法 在人群的心中浮起 一时之间 整个宫殿竟变得有些安静下来 没有一个人出言报价 都选择了沉默 这一幕 让下清晨尤为惊喜 御守升起 刚准备报价 毫无征兆的 一道嘹亮雄浑的声音陡然响起 叫价道 我出五十五万零时 咯噔 下清晨被这股声音吓到了 轻松玉手 顿时僵硬在了半空中 这把声音 他并不陌生 甚至可以说是极为首席 赫然出自长明阳之口 第三百五十张伯红颜一笑 长明阳出嫁的时候 整个拍卖场的舞者 都感觉到惊讶 轻换双剑 是一套双剑 剑身清秀 较为适合灵动型剑修 而长明阳 则是以快剑为名 一剑破虚空 杀人眨眼间 两者根本就不适合 常师兄 这套轻换双剑的价值 最高也就是五十五万零时 你直接出嫁 会不会有些草率了 晴空也有些疑惑 信性出声道 清玄妹妹的武林 恰好跟轻换双剑匹配 微博红颜一笑 区区五十五万零时 又算得了什么 长明阳话音随意 根本不把五十五万零时 放在眼里 一听到清玄二字 晴空立刻闭上了嘴巴 不再多问 此女 本名为陆清玄 是万剑格的真传弟子 她的剑道天赋很高 一入宗门 就被长齿销收为关门弟子 更为重要的是 陆清玄的容貌极佳 就算跟下清城相比 也是不遑多让 长明阳是长齿销之子 对于陆清玄 他自然是极为首席 早已暗中存有爱意 这一次 他要买下清换双剑 显然是想赠与陆清玄 从而讨得美人的欢心 毕竟 长明阳掠夺了云藤商会的所有底蕴 囊中所拥有的财富 足有数百万之巨 五十五万枚零食 他还真不放在眼里 对面贵宾室内 夏清城的脸色有些难看 早在拍卖会开始之前 他就看中了清幻双剑 若能够的此剑 这次的喜剑试炼 他就能冲击前十席位 进入喜剑池之中 然而 他万万没想到 长明阳居然会跟他争夺此剑 一出手 就加价五万枚零食 夏清城深吸了口气 出口到 五十六万枚零食 五十七万枚零食 长明阳没有丝毫犹豫 在一次出价 五十七万枚零食 与清幻双剑的本身价值 已经高出不少 那些本就没有太多兴趣的舞者 直接选择了放弃购买 夏清城捏紧了双手 出价 六十万枚零食 这一价格 让拍卖场的舞者愣了下 纷纷抬起头 凝望着夏清城的那张俏脸 我记得清城公主的武林 乃是双翼换蝶 夏好能匹配这套清幻双剑 他夺的此剑 定然是想冲击前十席位 六十万零食 已是一笔巨款 就算对大夏皇朝来说 都不容小觑 此行 他是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够的清幻双剑 但跟他竞价之人 可是长明阳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纷杂的议论声响了起来 让长明阳的眼眸变得冷漠 也没挑起 逼贺道 清幻双剑虽适合清城公主 但我认识一位原家人 同样适合此剑 任何人出价 我都不会让出此剑 说着 他手掌一挥 淡然到 六十五万枚零食 哼 整座拍卖场的舞者 都被这个价格吓到了 在同时 所有人都可以感觉到 长明阳的笃定之意 正如同他所说 任何人出价 他都不会让出清幻双剑 哪怕对方是夏清城 夏清城握紧了御手 因为太用力 关节都有些发白 他的面庞微微抽搐着 心中很是不甘 呼吸也越发急促起来 此行 他只为清幻双剑而来 但从现在的情况判断 这套他梦寐以求的双剑 恐怕使得知无望了 或许我跟清幻双剑无缘吧 夏清城在心中安慰着自己 脑袋抬起 确实听到一抹熟悉声音响起 不急不缓道 我出一百万枚零食 竟 偌大座宫殿 如坠深夜 没有了一丝声音 彻底陷入了寂静当中 他们下意识以为自己听错了 位列一文王器的清幻双剑 竟有人出价一百万枚零食 这个价格 就算是购买双文王器 也是绰绰有余了 听到这个价格 长明阳猛然站起 双眼蕴寒冷芒 直接降临到了楚行云的身上 刚才的出价之人 正是他 这个时候 夏清城才回过神来 满是诧异地看着楚行云 问道 洛公子 难道说你也看中了清幻双剑 清幻双剑虽好 但并不适合我 楚行云摇摇头 轻笑道 我见你如此喜欢这套清幻双剑 所以就准备将其买下 赠送给你 送给我 夏清城惊了下 但很快 他不断摇头 道 此剑的价值 太贵重了 我受支不起 更何况 一百万枚零食 并非是小树木 你不必为了我破费 剑碑的是 我一直欠你个人情 而且 因为我的缘故 你也承受了不少流言蜚语 这套清幻双剑 就当作是我对你的补偿吧 楚行云回答得很轻松 这个补偿 未年也太重了 夏清城苦笑一声 刚欲出言拒绝 却见楚行云凝视着他的双眼 漆黑如墨的眼眸中 透出一丝坚决神色 道 我的一番心意 还请清城公主 墨要拒绝 温一声 就感觉心神卷入了漩涡那般 夏清城的心脏跳动得极其厉害 居然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没有再拒绝楚行云 他的面庞上 染着一抹飞红 如初战繁花 使得所有人都恍惚了心神 被这动人的一幕 彻底地迷住了 久久不能自已 这个家伙 竟把我当成踏脚石 以此来讨好夏清城 长明阳冷眼瞪着楚行云 立刻出架 一百一十万零食 楚行云并没有看长明阳 举起手臂 随意到两百万枚零食 轰隆隆 整座拍卖场 似乎要轰鸣炸开 楚行云的价格 太惊人了 长明阳只是较价一百一十万零食 他二话不说 直接较价两百万零食 近乎两倍的价格 你是不是疯了 长明阳再也忍不住了 出言报喝道 这套清幻双剑 不过是一文王戚 最高价值 不超过六十万零食 你居然出价两百万零食 两百万零食 太恐怖 连长明阳都极为心痛 在他看来 楚行云疯了 彻头彻尾的疯了 你购买这套清幻双剑 无非是想大献殷勤 我的红颜一笑 既然如此 我为何不能这样做 楚行云耸了耸肩 似笑非笑地说道 此剑 我定要赠予清澄公主 任何人出价 我都不会让出此剑 熟悉的言语 一字不差地落入 长明阳耳中 让他感觉面旁火辣的难受 怒火涌入五脏六腑 顿时气氛到了极点 长师兄 一套清幻双剑 根本不值两百万枚零食 跟此人争夺 毫无意义 见长明阳怒火攻心 晴空立刻出声提醒 这还用得着你说 长明阳瞪了晴空一眼 心里虽不甘心 但也心生退役 一套清幻双剑 耗费两百万枚零食 这样的举动 他做不出来 老代微微抬起 他将目光落在 楚行云的身上 刚想挽回点面子 却看到楚行云的手 又伸了起来 朗声道 我出三百万枚零食 这一道声音 让整个拍卖场 再一次陷入了极境中 所有人的脑海中 都是一片江湖 根本不知道 楚行云这是什么意思 他叫价两百万枚零食 分明已经下注了长明阳 可以轻松拿下清幻双剑 现在 他为何又突然加价 感受到众人的疑惑目光 楚行云转过身 故作叹息地说道 我之所以买下清幻双剑 就是韦伯清成公主一笑 但刚才 他并没有展开笑容 无奈之下 我只能不断加价了 楚行云的话 暗含辛辣嘲讽 一开始 长明阳说要买下清幻双剑 博得红颜一笑 但他看到楚行云出高价 立刻心声退役 想要就此放弃 这时 楚行云突然加价 说 夏清成未斩笑容 所以他会不断加价 绝不吝啬 此番话语 是更进一步的嘲讽长明阳 奉此他说的话 连狗屁都不如 只是空话而已 这个家伙 小把戏还真多 夏清成的心思聪颖 很快看穿了楚行云的心思 脸部轻膜 极为配合地将一抹淡笑弧度 映在了俏脸之上 第351张哄抬价格 眼前的画面 气得长明阳三师暴跳 正常来说 够下一套双剑 并不算什么难事 但长明阳万万没想到 今日 他看中的轻换双剑 居然被哄抬到300万零时的高价 而且 他还被狠狠打脸了 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被楚行云三番五次的嘲讽 他 从未受过如此耻辱 人群同样心存震惊 抬起头 望向了楚行云和夏清成 本来 他们觉得楚行云能走进拍卖场 全都是多亏了夏清成的庇护 自始至终 都觉得楚行云是个小白脸 毫无作为 但楚行云刚才的举动 却让他们的态度彻底改变 微薄的红颜一笑 居然随意挥霍300万零时 这样的举动 穷极十八皇朝 也是闻所未闻 甚至乎 人群开始觉得 楚行云和夏清成 倒也是极为的般配 站在一起 就像是一副爵士画卷那般 堪称才子佳人 300万零时 第三次 云长青接连报价 随即他手臂一挥 朗声道 这套清幻双剑 将属于这位公子 说着 一名身材火辣的红衣侍女 便是拿着清幻双剑 心自送到了贵宾室内 望着眼前的清幻双剑 夏清成没有立刻伸手去接 对着楚行云道 300万零时 已经远远超越了 清幻双剑的价值 你这样做 值得吗 对别人来说 300万零时 或许很多 但对我而言 还在接受范围之内 楚行云耸了耸肩 笑道 更何况 我刚才说过 这套双剑 就当是含你的人情了 你出价200万零时的时候 就足够买下清幻双剑 最后 你又加价100万零时 真搞不懂 你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 夏清成瞪了楚行云一眼 伸出玉手 小心翼翼地抚摸着 清幻双剑的剑身 眼中有一抹隐晦的感动之色 楚行云笑了笑 并没有回答下清成 只不过 她的目光 有意无意地 瞥向了前方的贵宾室 精芒闪烁 让人无法看透 她的心中所想 就在这时候 下一件拍卖品 被一名相貌亲历的侍女 送了上来 那一件拍卖品 是一枚小巧精致的青色玉镯 镯身上 笼罩着一抹明蒙云雾 似能沟通天地那般 刚一出现 就吸引了无数人的注目 云长青将玉镯拿洗 高声道 此物名为天清玉镯 位列一文王戏 乃是一件防玉之物 只要将灵力灌入玉镯之中 就能激发天地之力 保护周身上下 此玉镯 居然蕴含天地之力 唯有踏入阴阳之境 方能掌控天地之力 拥有这枚玉镯后 即便是面对着阴阳进强者 也有几分逃命的机会 人群开始议论纷纷 目光中带着一丝金色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带着渴望神色 玉镯之物 多半佩戴于女子身上 男子或多或少会有点排斥 待人群的议论声稍稍变弱 云长青宣布道 天清玉镯 洗拍价五十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千枚 五十万一千枚零食 一年女性舞者立刻叫价 五十万五千枚零食 五十万七千枚零食 正如刚才所说 天清玉镯的局限性太大 虽说叫价升不绝 但价格的涨幅确实不大 而且 家价之人 多数是女性舞者 这枚天清玉镯颇为精美 且蕴含天地之力 能很好地保护清玄师妹 长师兄不妨将此物拍下来 见长明阳依旧面带怒涩 晴空信性提了一声 长明阳顿了顿 心中也正有此意 其实 此次拍卖会的东西 他都看不上眼 之所以来参加 无非是想讨的陆清玄的欢心 刚才的那套清幻双剑 虽然被楚行云夺走了 但他可以挑选其他之物 这枚天清玉镯 本就精美非凡 况且和陆清玄之名 也是极配 心中打定主意后 长明阳手一身 报价 五十五万枚零食 话音落下 不少人都心声退役 五十五万枚零食 已经是相当高昂的价格 还有人报价吗 见人群趋于沉默 云长青高声问了一句 五十五万枚零食 已经算是最高价格 在网上 就要超过天清玉镯的价值了 就当云长青要读书的时候 一道平淡如水的声音响了起来 一百万零食 长明阳双眸一尘 冷冷盯着楚行云 低鹤道 小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第一次 楚行云连番出价 夺走了清幻双剑 已经让长明阳极为恼怒了 在刚才 他即将得到天清玉镯 谁知 楚行云又出价了 此情此景 好生熟悉 就连楚行云出价的价格 都没有变 一喊价 就是一百万枚零食 我颇为喜欢这枚玉镯 不而出价竞争 有什么问题吗 楚行云皱着眉 用一种看待白痴的目光 看着长明阳 如此目光 一下把人群逗乐了 发出了些许嬉笑声 见状 长明阳咬了咬牙齿 抬起手掌 就像是抬起一座大山般艰难 最终还是再次出价到 一百零一万枚零食 一百五十万枚零食 楚行云显得十分轻松的样子 不急不缓地报价 长明阳暴怒 话音阴沉道 你刚刚挥霍了三百万零食 现在 你还敢叫价一百五十万 我既然敢叫价 自然拿得出来 楚行云撇撇嘴 不以为意的道 如果长公子要继续拍卖 尽管加价便是 相反 如果你心生退役 就不要影响其他人 不过 以长公子的财力 区区一百五十万零食 多半不会放在眼里 我说的对吧 楚行云的最后一句话 让长明阳更加气愤 他可以感觉到 所有舞者都在看着他 心意横 挥手道 一百六十万枚零食 楚行云想都不想 喊道 一百七十万枚零食 一百八十万枚零食 一百九十万枚零食 楚行云再次狠狠报价 每一次楚行云叫架 坐在旁边的夏清城 都要颤抖一下 嘴巴张开 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 几乎长明阳报价的一瞬间 楚行云就会报价 没有丝毫的迟疑 别说夏清城被吓得心惊肉跳 整个拍卖场 很多人都在惊颤 两人的报价 太平凡了 几乎没有丝毫的停顿 这时 楚行云又一次举起手掌 两百万枚零食 长明阳全身都是冷意 没有迟疑到 两百一十万枚零食 旁边的晴空 可以清晰看到长明阳额头上的喊猪 还有那急促的气息 他心里很清楚 长明阳为了自己的脸面 已经跟楚行云彻底杠上了 反观楚行云 从头到尾都显得风轻云淡的样子 嘴角带着淡淡笑叶 如春风班庆人心神 他看了眼冷意滔天的长明阳 随声到三百万枚零食 三百一十万枚零食 长明阳下意识伸出手 再次加价 不过刚刚加完价 他猛递打了个机灵 突然反应过来 这价格 怎么突然飙升到三百万枚零食了 长明阳喊出三百一十万枚零食的时候 突然恢复了冷静 心神 立即变得无比紧张 这个价格 已经极为恐怖了 是当初从齐天风夺来的所有财富 只见他死死盯着楚行云 当看到楚行云伸出手掌的时候 心脏跳动得剧烈 如果楚行云继续出价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三百一十万枚零食 他大可以购买一件三文王器 这样 更能讨得路清选的欢欣 视野中 楚行云的手掌慢慢抬起 当到达顶点的时候 他与风一转 突然道 长公子之豪气 让我好生佩服 为了买下一件平平无奇的一文王器 竟愿意出价三百一十万枚零食 既然如此 那我就将此物 让给你吧 我选择放弃 第三百五十二章无人报价 雨落 全场一静 长明阳的心神 也沉到了谷底 整个人愣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片刻后 众人纷纷回过神来 望向长明阳的目光之中 充斥着嘲讽意味 直到此时此刻 他们这才恍然大悟 楚行云刚才之所以和长明阳竞驾 目的 并不是想买下天清玉灼 而是为了坑长明阳 刚才长明阳已经较价三百一十万枚零食 比楚行云够下清幻双剑的三百万枚零食 还要多出整整十万枚 这样的手法 好狠 莫说是长明阳 就连在场的人群 都没有反应过来 李居然敢因我 长明阳身上的怒意爆发 脚步向前踏出 虚空顿时被无数荧光所刺穿 莫大个空间 充斥着无数剑影之音 所谓的拍卖 无非是价高者的 我刚才出价三百万枚零食 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长公子立刻出价三百一十万枚零食 我自愧不如 方才选择放弃 楚行云神色不惧 反击一笑 更何况 你出价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逼着你 又怎么能说我动了手脚 李 长明阳目急 身形围动 准备出手的瞬间 一道轰鸣声乍响 众人的视野中 一道迷蒙手掌压了下来 暗含天地之力 将所有荧光都湮灭掉 云长青身形一闪 出现在半空中 冷声道 这里是拍卖场 严禁动手 如果你们再肆意妄为 休怪我出手无情 声音夹洒冷意 使得整个空间都凝固住 阴阳静强者的威势 和其霸道 能影响一方天地 立刻让长明阳 止住了心中的杀意 退了回来 对于云长青的性情 他很是了解 绝对的刚正不阿 铁面无私 就算是万剑格格主在场 前者 也会如此 这次算你好运 长明阳冷恒一声 怒气冲冲地端坐下来 楚行云故作无奈地苦笑着 脚步为魔 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的目的已经达成 没必要跟长明阳再起冲突 见两人退下 人群将目光收了回来 重新看向拍卖台 不过 他们仍会时不时 偷偷瞥向楚行云 经过刚才的两件事 人群对于这名俊逸非凡的青年 都存有了一丝心悸 都在时时刻刻注意着他的动向 以免不入常明阳的后尘 云长青站在拍卖台上 目光 也是看向了楚行云 他身为万剑格建主 曾见过无数的天才俊杰 但像楚行云这种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其手段 过于鬼命难测 就连是他 都没能提前预测到 此子有勇有谋 是一颗好苗子 若是能进入万剑格 将来必成大器 只可惜 他的天赋平平 能否通过试炼 还是个未知数 云长青在心中唯唯一探 在他看来 楚行云的天赋 并不算是出彩 只能堪堪通过喜剑试炼 但今日 楚行云得罪了长明阳 以长明阳的性情 多半会在试炼中暗中暴富 如此一来 要想通过喜剑试炼 难度极大 很有可能会死在秘境里 就此隐恨 想到这里 云长青更是连连叹息 他深吸一口气后 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严肃到 现在 拍卖会继续 话音刚落下 一行清秀侍女快步走出 将一件件拍卖品拿了出来 整个拍卖场的气氛 又重新变得火热起来 叫价声不断 贵宾室内 夏青城没有关注拍卖会 美眸俏生生地凝望着楚行云 问道 陆公子 你是不是跟长明阳有什么过节 楚行云愣了下 随后笑道 算是吧 他刚才的两番举动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全都是针对长明阳 演示 没有任何意义 夏青城点点头 导演没有太吃惊 长明阳一行人 手段无情狠辣 为众人所不齿 与人有所过节 也是正常之事 顿了顿 他轻声道 此次 你两次让长明阳颜面扫地 以他的性格 多半会在试炼中按下杀手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感受到夏青城的关切 楚行云微笑点头 但 他的内心中 却是一片森然冷意 到底是谁报复谁 还说不定呢 随着拍卖会的进行 场内气氛逐渐高亢 所展出的拍卖品 也越来越罕见 价格高升 惹来一阵阵惊叹高呼 楚行云并没有出言叫价 端坐在木椅上 神色怡然 反倒是夏青城不断叫价 买下了不少灵财和丹药 收获颇风 一开始 他为了买下轻换双剑 准备了不少的零食 楚行云将轻换双剑送给他后 这些零食 自然可以用来购买其他的珍宝 下一件拍卖品 乃是这柄漆黑重剑 这时候 云长青的一道高升 让楚行云神色为岭 一道凌然难以察觉的精芒 在眼眸中闪掠而过 整个人的气息都发生了改变 视野之重 四名魁梧壮汉大步走出 颇为吃力地抬起一座石台 而在石台之上 悬挂着一柄漆黑如墨的重剑 毫无气息 更无剑影 就这般静静悬挂着 此剑来自一处秘境 剑体朴素无奇 重量却达千斤之巨 若是能将其彻底掌控 破山断脉 根本不在话下 云长青展示着这柄漆黑重剑 最后道 此屋的底架 为一百万枚零石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十万枚 他一说完 上方贵宾式的长明阳 就有些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 开口道 诸位 这柄重剑是我无意中的来 虽说它的具体品级 我无法得知 但此剑颇为玄妙 就连我父亲都无法破开 其内 必定藏有心秘 还望大家不要错过 说吧 长明阳笔直站立 双眼灼灼地看向了下方人群 他之所以留在拍卖场 就是想为这柄重剑造势 卖的一个好价钱 否则的话 长明阳被处行云两度嘲讽后 早就离开了这里 果然 人群听完长明阳的话 都开始沉思起来 这柄重剑 他们并不陌生 虽都说是一柄费剑 但其坚固程度 极为的罕见 连长赤肖这样的强者都无可奈何 说不定 此剑真的藏有某些不为人知的心意 这柄重剑 的确不凡 就在众人思索之时 一道夸耀声突然响起 让长明阳神色大喜 但他看到说话之人的时候 脸色立刻变得无比阴沉 在他的视野中 楚行云站起身来 双眸望向下方的七黑重剑 带着一丝玩味笑意 朗声道 此剑 我出一百一十万枚零食 雷声大于点小 听到楚行云的报价 长明阳不禁付匪一句 他冷冷笑着 刚欲出声嘲讽的时候 整一个拍卖场 突然变得安静下来 刚才争得热火朝天的人群 全都沉默了 目光模移 没有去看七黑重剑 反而都是凝视着楚行云 一句话 乃至一点声响 都没有发出 更别说报价之音 第353章剑鸣 黑洞 拍卖会临近结束 七黑重剑的压轴出场 让众人既惊讶 又觉得理所当然 这柄剑 重更无风 重达千金 看上去很是普通 但他又坚固无摧 连阴阳镜强者都无法破开 更无法指挥弱臂 发挥出所有力量 如此的存在 太神秘了 如果有人能发掘出 其中的新秘 并然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极大的提升几身实力 参加喜剑试炼 也将更有把握 因此 所有人都清楚 长明阳拿出七黑重剑来拍卖 是在造势 要趁着喜剑试炼开始之前 狠狠地赚上一笔 事实证明 长明阳的心思很敏锐 准确抓住了人群的想法 不少人看到七黑重剑之时 都有点心动 想要拍卖回来 一探究竟 但 那些人听到楚行云报价的一瞬间 内心中所有的念想 都消失了 对这柄七黑重剑 再也没有任何的想法 他们所畏惧的 并非价格 而是楚行云 要知道 眼前这名青年 看上去人畜无害 温润随和 但他的手段 却是常人难以预测 短短半刻钟的时间 就把长明阳玩弄于鼓掌之中 现在 楚行云又报价了 所要拍卖之物 是长明阳的七黑重剑 这 让人群开始浮想连篇 望向两人的目光中 也是充满了犹豫 不决 近拍七黑重剑 已经是一场赌博 没有人知道 这柄七黑重剑内 是否真的蕴含心蜜 同时 跟楚行云竞价 也是一场赌博 无人知晓 他是否暗藏后招 经过深思后 那些人最终选择了放弃 不愿烫这趟浑水 见众人皆是沉默 云长青的脸色有些恶然 但他仍是举起手掌 一字字清晰到 一百一十万枚零食 第一次 声音很是平淡 却如震撼惊雷般落下 让长茗阳猛递回过神来 只见他双目阴沉 冷冷扫了周围人群一眼 最后落到楚行云身上的时候 除了杀意和冷意 别无他物 争獰如魔鬼般圣人 晴空 长茗阳低声道了句 身旁的晴空立刻站出 手掌抬起 还没来得及说话 却是听到云长青的话音传来 严肃道 拍卖会规定 拍卖之人 不可哄抬价格 难道你们要违反此项规定 云长青说话的时候 并没有看向常明阳等人 但在场所有人都知道 云长青这是在提醒 更是在警告 要制止晴空的叫价 拍卖的本质 是价高者的 如果拍卖之人 肆意哄抬价格 不仅对他人不公平 还对拍卖场造成了巨大影响 很有可能会出现流拍现象 从而影响声誉 所以 这次漆黑重剑的拍卖 长明阳不得参与 行空一行人 同样不得参与 110万枚零食 第二次 云长青继续喊述 他的每一字每一句 都影响着长明阳等人的心神 一个个闭合双眼 在心中默默祈祷着 然而 整一座拍卖场 仍是无人叫价 楚行云站在原地 双眼凝视着漆黑重剑 神色油淡 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幕的发声 110万枚零食 第三次 云长青三次喊数 手掌一身 指着楚行云道 这柄漆黑重剑 将属于这位公子 戈登 正是这道声音 让长明阳的神色不再争鸣 双眼空洞 涌出一股强烈的落寞之色 他来拍卖会的最终目的 就是为了帮漆黑重剑造势 大肆练财一番 在他看来 神秘的漆黑重剑 再不计 也能拍卖出300万的价格 乃至更高 但最后 漆黑重剑的成交价格 仅仅是110万枚零食 而且 拍得知人 是连番戏耍他两次的楚行云 一时之间 剧烈的落差感 袭上了长明阳的心头 让他整个人都愣在那里 而晴空一行人见状 也不敢多说什么 生怕触怒长明阳 刹时 长明阳所在的贵宾是 一片死急 安静地让人有些生惧 另外一边 楚行云已经拿到了漆黑重剑 在明亮光芒的照耀下 整一柄重剑 显得朴素无奇 漆黑剑身 似能吞噬所有的光亮 静谧 深邃 让人难以看穿 楚行云心腐着重剑 面色很是平静 但他的内心深处 早已掀起了滔天波澜 无比激动地说到 果然 果然是黑洞重剑 因为激动 他的说话声音 居然有些战斗 上一世 楚行云进入天灵山 有幸得到一本一宝图路 此书由谁编写 已然无迹可寻 只知道这本图路中 记载着无数的古怪一宝 楚行云乃是剑修 是剑 更好剑 他翻阅一宝图路之时 曾看到了一柄剑戏 印象尤为深刻 此剑 是一柄重剑 剑名黑洞 按照图路所说 黑洞重剑 并无品级 也无任何神通 他的玄妙之处 乃是在剑体最深处 存在着一枚黑色光阴 这枚黑色光阴 看上去极为普通 但它的存在 却能吸收一切事物 就连声音和光线都难以逃脱 重量极大 似无边无际 永远都没有尽头 一旦舞者能掌控黑洞重剑 便能跟黑色光阴形成共鸣 以此掌握无穷重力 至于黑色光阴是为何物 无人知晓 一直沉迷 而一宝图路指出 黑洞重剑的力量 堪称无穷无尽 若能催动到巅峰 即便是面对着黄系 都能轻松斩断 一力降时会 能轻松斩断黄系 那么此剑 极有可能是无上帝兵 看到如此震撼的介绍 当时的楚行云不禁发出一声惊叹 同时也深深记住了黑洞重剑的存在 今日 他刚拿到拍卖清单的时候 一看到漆黑重剑 脑海之中 就浮现出了黑洞重剑的模样 以及诸多介绍 但那时候 他没有见到实物 也仅仅是怀疑而已 尽管是如此 那时候的楚行云 就已经在心中打定了主意 不管此剑是否黑洞重剑 他都要拿到手 并且还不能引来众人的注目 而他的计谋 也很是精妙 第一步 跟长明阳疯狂加价 展现出自己的雄魂财力 振折人群 第二步 故意哄抬价格 当众嘲讽长明阳 让人群不敢招惹 第三步 直伏静待 等到黑洞重剑出现的刹那 第一个出言叫价 先声夺人 这三个步骤 很简单 但步步攻心 让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长明阳身上 根本没有过多的注意黑洞重剑 黑洞重剑的存在 和其珍贵 已经无法用零食来衡量 但没想到 我仅用了110万枚零食 就轻松够得此剑 如果让长明阳知道真相 恐怕会当场吐血身亡吧 楚行云在心中暗暗道 受一挥 将黑洞重剑收入储物界中 神态 仍是保持着聪容淡定 就连他身旁的夏清城 都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没过多久 拍卖会走向了尾声 云长青念初结束词后 人群皆是迫不及待地离开了这里 这次的拍卖会 众人各有所得 现在 他们要尽快返回住处 或是服下丹药 或是苦修武学 或是熟悉兵刃 各有不同 但目的 都是为了变强 准备不久后的喜剑试炼 楚行云和夏清城并肩而行 缓步离开了宫殿 但没过多久 两人的步伐停了下来 前方 有一行人阻拦了道路 胆敢多次让我难堪之人 你 还是第一个 长明阳的面色铁青 今日的拍卖会 绝对是一个噩梦 那种羞辱之意 几乎要让他彻底发疯 是吗 楚行云笑了几声 还未踏步 前方的虚空中 有一道身影缓缓落下 来者 竟是云长青 他落在两人中间 眼神无悲无喜 似乎没有任何情感 冷声道 拍卖会刚结束 严禁厮杀打斗 不管是任何人 都要遵守此规定 否则 杀无赦 冰冷的声音 让空间煞时凝固住 在同时 也凝固了长明阳的杀星 他的双眼喷出仇恨怒焰 争獰 你叫骆云是吧 此次的喜剑是恋 我很期待你的表现 导时 希望你务必要出现 说吧 长明阳转过头 朝着远方而去 带着无尽的冷意 离去 都走吧 带着一行人走后 云长青平静地说了声 让周围人群身体为颤 纷纷离开了这里 只是转瞬间便没有了踪影 杜谢云前辈出手 下青城微微躬身 他看得出来 云长青是有意帮他们解围 云长青没有回应 他扭头看了楚行云一眼 沉默片刻后 方才道 这次的喜剑是恋 你没必要参加了 楚行云眉头唯唯一宁 抬头望之 今日 你多次嘲讽长明阳 还让长明阳痛失珍宝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 如果你参加喜剑是恋 将必死无疑 所以 这次的喜剑是恋 你不必参加 也没必要参加 云长青语重心长的道 随即 他漫步而出 走向了宫殿深处 留下下青城依旧在那失神 楚行云看着云长青远去 吐出了一口浊气 目光中有着风锐之意闪过 半道 我与长明阳之间 恩怨不共戴天 唯有一方彻底地死去 方能结束 而今夜 只是我开始复仇的第一步 又岂会停止 第354章 秦空之死 古剑城内 一处深宅大院之中 厅内 秦空端坐于守卫 他手上拿着一枚灰白玉石 随着凌厉的不断灌入 那玉石之上 立刻显现出几十道光点 分布尤为散乱 在秦空的身旁 有几名护卫 他们静静站立着 没有出言说话 长情两家弟子的显宗玉 都准备妥当了吧 片刻后 秦空将灵力收回 目光看向了身旁的几名护卫 禀少主 一切准备就绪 一名护卫站了出来 躬身回答 秦空满意点头 手掌把玩着灰白玉石 开口道 为了这次的喜剑试炼 我们准备了诸多计划 但任何一个计划 都需要显宗玉的辅助 此玉 能够相互共鸣 哪怕远隔数十里之遥 也能清楚知晓对方的所在方位 因此 绝不能出现丝毫差错 否则的话 你们小命难保 听到秦空的冰冷之言 几名护卫打了个寒颤 把这句话深深记在心中 不敢忘记 谁 就在这时候 一名护卫神色凝固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下 只见一道如若幽灵般的身影 无声出现 在虚空中闪烁而过 扑斥 那名护卫的头颅瞬息炸裂 毫无生机地倒在了地上 刹那间 另外几名护卫疯狂释放气息 然而 只听到扑扑的声音响起 一名名护卫倒地 皆是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晴空被这一幕吓到了 台幕望去 却见那道冷冽身影落在了他的面前 脚步跨出 一步步朝着他走来 在微弱烛火的照耀之下 晴空的视野中 浮现出一张俊逸非凡的面庞 这张面庞 让他的瞳孔不断皱缩 惊呼到 居然是你 没错 就是我 楚行云的脚步不止 已然走到了晴空的面前 他的脸庞上 带着一抹笑意 但这股笑意 很冷 带着杀戮的气息 是杀戮之笑 看到这抹笑容 晴空的身体围颤了下 冷视着楚行云 铁青的脸 你并非我情家之人 却胆敢闯我庭院 杀我护卫 你想要做什么 杀你 楚行云平静开口 让晴空眼中露出一丝痴笑之意 讥讽道 你说 你要杀我 晴空似乎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般 笑声越发高亢 雨带嘲讽 区区地零五重天 居然敢说出如此狂言 我真佩服你的无知 不过 既然你送上门来 那我就送你一程 雨落 浑厚血光从晴空的身上绽放开去 同时右臂一颤 血光宁为常见 吞吐出森然见光 每一道都蕴含着恐怖的杀意 第零九重天 四平五零 楚行云瞬息看穿了晴空的修为 笑意更浓 手掌伸向了虚空 猛然一握 陡然浮现出一柄漆黑重剑 这剑 自然是黑洞重剑 你的实力本就远不如我 此时此刻 你居然动用这柄废剑 果然是来找死 晴空怒吼一声 林海沸腾了起来 血光肆虐 杀向楚行云而去 楚行云不吐半颜 但手紧握着黑洞重剑 剑身横扫之间 一股可怕的剑气 净化作强烈的钢风吹打在晴空的脸上 让他感觉火辣辣的 而他周围的空间 发出了疯狂的爆裂之音 好像有一座无形山岳压下 将这片虚空都硬生生碾碎掉 空气和灵力 不存丝毫 破 一道低呵生 从楚行云的口中吐出 魂厚剑风压下 在接触到晴空的瞬间 将晴空手中的血色长剑湮灭成积粉 一切灵力进阶粉碎开去 再无踪影可循 反观黑洞重剑 依旧在虚空震荡着 所过之处 以催枯拉朽之势摧毁掉 无物能抵挡 怎么会如此恐怖 晴空被吓得六神无主 身体疯狂往后退 然而见引颈追不舍 顷刻间垂落而下 恐怖的力量涌入了他的胸膛 不 晴空面色俱变 下一瞬 那狂暴无边的恐怖力量 窜入他的体内 撕裂血肉 摧毁经脉 就连那一根根海骨 都被碾成了粉末 滚烫鲜血从毛孔中喷涌出来 将晴空染成了一个血人 扑 扑 扑 晴空连连吐出几口鲜血 如同死狗那般倒在了地上 双眼却仍是盯着楚行云 惊讶地说道 这柄重剑 连阁主都无法掌控 为什么 为什么你却能随心所欲地施展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来这里有何目的 这一瞬 晴空彻底地慌了 他发现自己眼前的这名俊义青年 就如一团迷雾般根本无法看透 我刚才说过 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你 楚行云提着黑洞重剑 一步步走到了晴空的面前 眼神低垂 道至于我的身份 你应该还记得 听罢 晴空更加的疑惑 刚欲追问 却听到楚行云冷冷地吐出几字 流云黄潮 齐天风 云腾商会之主 一个个熟悉的字词 在晴空的耳旁响起 让他的眼瞳越发收缩 最后惊呼道 你是那小子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的灵海已经被长民羊踢碎了 怎么可能继续运转灵力 还有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你没有易容 但为何完全变了个模样 无处疑惑涌入了晴空的脑海中 让他的面旁变得无比扭曲 充满了恐惧 惊悚 直到此时此刻 他 仍是无法相信 那名被他们狠狠踩在脚底下的销售青年 现在 居然重新站在了他的面前 更为震撼的是 青年破碎的灵海 居然恢复了 修为更进一步 踏入第零五众之境 而且 他的容貌 彻底改变了 就连那股散发出来的气质 也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晴空感觉自己的毕生认知 都被颠覆了 脑袋抬起 那一双眼睛已然变得空洞 没有丝毫的光彩 也没资格知道 楚行云话音音朗 让晴空眼中露出一抹绝望之意 随即 剑影如山 朝着他碾压而来 瞬息就彻底淹没了他那双绝望的瞳孔 进而把他的身体彻底碾碎 整个身体 更是隐声声炸裂开去 我恨 我好恨啊 此前 晴空发出一道不甘怒吼 在那个瞬间 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在这个世界上 纵使有人发现了他的死去 恐怕也没有人能猜到 他死在了谁的手中 第355章月下述前 晴空死了 死在黑洞重剑之下 身体变得粉碎 死无全失 但楚行云的那双眼眸 却没有丝毫变化 依旧很冷 他不远万里来到古剑城 目的 就是为了报仇 既然是为复仇而来 自然不会心存怜悯 更何况 像晴空这样的毒辣之人 该死 手掌违旋 楚行云将黑洞重剑收了回来 在烛火的照耀下 那漆黑深邃的剑身之上 浮现出了晦涩繁杂的纹落 纹落内 则是闪烁着星红光芒 此时 在黑洞重剑内部 存在着一枚黑色光芸 不大 仅有成人拳头大小 悬浮在中央处 不断地挪移 旋转 而在黑色光芸的周边 有着一股浑厚灵力 宛若游斯那般 上下缭绕着黑色光芸 乃至完全涌入了内部 看上去尤为的玄妙 瘟疫一生 那股灵力突然消失掉 光滑湮灭 附着在渐深的玄妙纹落 也渐渐消散 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糊素而又浑厚 不愧是传说中的一宝 初次使用 就有如此强悍的力量 只可惜 所需要的灵力 实在是太庞大了 即便是我 也难以维持 楚行云的脸色 有些苍白 似乎消耗极大 黑洞重剑的核心 便是剑体深处的 那枚黑色光芸 此光芸 看上去平凡普通 实则蕴含诸多新秘 刚才 楚行云释放出所有灵力 全然融入了黑色光芸中 但结果 只能在周边游荡 无法接触到黑色光芸 更别说融为一体 形成共鸣 即便如此 楚行云也得到了 黑洞重剑的一部分力量 能将周围的一切事物 都吞入黑色光芸之中 就连光线和声音 都无法逃离 这手段 并非是藏意 更非伪装 而是将那一片区域 彻底吞噬掉 形成一个中断层 令人寻无可寻 仿佛是豁然消失那般 正是依靠着这一点 楚行云 才能无声无息地潜入此地 动手厮杀之时 那些人的嘶吼和哀嚎 同样被黑色光芸吞噬 无法传递到外界 更无法被他人所知晓 我进入万剑阁后 不管是探究当年之事 还是报齐天锋之仇 都要在暗中进行 不能被任何人知晓 本来 我还想修炼一门藏匿法门 现在看来 倒是不必了 扶下一枚恢复型丹药后 楚行云的嘴角露出一抹满意笑容 藏匿法门 纵使如何高深 精妙 都会存有破绽 但拥有黑洞重剑之后 楚行云不会再担心这一点 哪怕是万剑阁阁主 都不可能发现他 我仅是接触到黑色光阴的周边 就能拥有如此手段 倘若更进一步 不知还会得到何种力量 楚行云彻底恢复过来 望向黑洞重剑的目光 煞时变得火热起来 黑洞重剑的力量 浩瀚如江海 楚行云仅是得到一部分 就能完美消失 让人无稽可循 难以想象 若能跟黑色光阴产生共鸣 其力量会有多么的恐怖 但没过多久 楚行云眼中的火热之色 消失了 以他现在的灵力 仅能存在于光阴周边 再往前丝毫 都无比的艰难 灵力越浑厚 就能越发靠近黑色光阴 所能得到的力量 也就越发强悍 这一点 看上去简单 实则无比困难 若非灵力暴增几十倍 根本无法精进 楚行云凝视着黑色光阴 思索许久后 低声难道 按我的预估 除非踏入天灵之境 否则的话 我根本无法真正接触到黑色光阴 这个心思在脑海中闪过 树然 楚行云的面庞上 抱涌出强烈的渴望之意 对他来说 踏入天灵之境 太重要了 一入天灵境界 楚行云就可以掌控阳刚之气 翻动轮回天书 并且进一步掌控黑洞重剑 他的实力将会有巨大跃升 到那时候 纵使长明阳有四剑王戏 楚行云 也能轻松虐杀 不费吹灰之力 武道意图 境界尤为重要 这段时间 我也应该沉心静修 争取早日踏入天灵境界 楚行云在心中激励着自己 转过身 刚准备离开之时 他的余光一贴 看向了地面上的那枚灰白玉石 显踪欲 顿了顿 楚行云的手掌一挥 将显踪欲收入了储物界中 这才转身离开了这里 此时 已知深夜时分 夜色正浓 当楚行云踏入庭院之时 前方 一道倩吟缓步走来 心柔月色笼罩而下 披在少女的身上 眼泼如水 温润动人 即便是楚行云 都有一瞬间的失神 这么晚了 你去了哪里 下清诚也没促起 带有几分责怪的意味 刚得到重剑 出外磨练一下 手吸手感 楚行云笑了笑 他并没有说谎 在他看来 刚才那一战 的确只是磨练 你乃是剑修 熟悉剑气 倒是无可厚非 但你刚刚得罪了长明阳 于情于理 最好还是莫要外出 否则的话 我也没办法帮你 下清诚的语气又重了些 放心吧 洗剑式练之前 我不会再离开 楚行云开口保证道 不过 他并不是真的担心 长明阳的报复 他现在拥有黑洞重剑 一经催动 连涅槃镜强者 都无法找到踪影 反观长明阳 区区天灵三重天 根本难有作为 楚行云之所以避而不出 为的是掩人耳目 不管怎么说 晴空乃是晴秋末之子 他的死去 并会引来一场轩然大波 楚行云还不想曝露身份 留在这里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你还要参加洗剑试炼 下清诚问道 木带担忧神光 我来到古剑城 就是为了参加试炼 自然不会放弃 楚行云耸了耸肩 笑道 其实你不用担心 以我的实力 那些人应该造成不了威胁 相反 你现在要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 好好熟悉清幻双剑 争取夺得前十席位 夏清诚有些错愕地看着楚行云 只见楚行云的目光深邃如墨 带着简单的微笑 很真诚 不像许多男人看他时的眼神 让他心脏猛颤了下 若云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夏清诚深吸一口气 四 有些紧张 楚行云点头 笑容依旧 当日在舞蹈擂台 你说你不会娶我为妻 这是因为 你很讨厌我吗 夏清诚没有凝视楚行云的双眼 眼眸低垂 两只玉手不断揉捏着衣脚 心脏跳动得厉害 清诚公主的容貌 如若九天仙女 对我 更是关切有加 我怎么会讨厌你 楚行云目若火炬 似乎看穿了什么 道 当初我之所以拒绝你 是因为 我已经有心爱的女人了 原来如此 夏清诚将信将疑 追问道 她 很漂亮吗 恩 很漂亮 楚行云一笑 比我如何 夏清诚神色有些黯然 话音中 居然透出一丝丝不甘 在我的心中 没有人能比得上她 楚行云认真的回答 让夏清诚美目一鸣 随即笑着道 既然如此 我以后倒想见见 好 将来一定会有机会的 一定 楚行云加重了语气 抬起头 凝望着夜空中的皎洁圆月 不由得想起了水流香的那抹温润笑容 夏清诚没有离开 她 站在原地 同样抬头望着圆月 但她的内心 却不是为何一团混乱 有一抹愁绪 营绕着她的心神 月下 树前 一男一女 并肩而立 同望一抹明月 但 他们的心中所想 却是截然相反 第356章奇剧 拍卖会结束后 再过四日 喜剑式炼将正式开始 这段时间 古剑城变得安静许多 所有人都闭关苦修 努力提升着自己的实力 但这股宁静并没有持续太久 秦空的死去 终于被人发现了 顷刻间 一股阴沉风暴 笼罩了整座古剑城 秦空 是万剑德弟子 更是秦秋末之子 天父出众 地位显赫 但正是如此之人 居然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自己的庭院中 身体化为粉碎 尸骨无存 这 让秦秋末爆发出了弥天目意 立刻派出了近千人 彻底封锁古剑城 疯狂搜寻可疑人物 就连一只苍蝇 都难以离开古剑城 当听到秦空死讯的时候 夏清城也吓了一跳 要知道 秦空的修为 已达第零九重天 随时都能踏入天灵境界 能悄无声息地击杀如此人物 可见那出手之人的实力 有多么的强悍 诡秘 不过 惊讶归惊讶 在夏清城的心中 还是极为畅快的 他对秦空一行人 早已是记恨多时 现在 秦空死了 而且还死得不明不白 他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心情甚是舒畅 楚行云知道这件事后 表现得很是镇定 第一 他出手诛杀秦空之时 早就料想到了这一幕 第二 诛杀秦空后 他仔细检查了现场 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纵使秦秋末手段通天 也不可能找到他的身上 第三 现在的他 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 剑修洛云 根情空无冤无仇 任何人 都不可能怀疑到他 鉴于这三点 楚行云对于这场风暴 没有丝毫担心 每日都在修炼密室内 尽辛苦修 此时在楚行云的体内 精纯灵力不断地汇聚 宁成衣秉秉秉 剑行灵光 皆是风锐无比 以清连灵海为中心 呼啸肆虐 流窜于周身经脉 剑 乃是风锐之物 这些剑行灵光充斥着 楚行云体内 能不断打磨他的流离肢体 同时 也能融入黑洞重剑当中 相互熟悉 相互精进 除此之外 楚行云有时还会指导下清城 为他讲解剑道之基础 时间如流水般逝去 眨眼急过 这一日 万剑阁的人来了 发出了试炼邀请 顿时 所有人都离开了庭院 顺着古剑城的宽敞大道 朝着前方的喜剑山外奔去 人还真多 楚行云看了一眼前方 人影重重 漫山遍野 足有数千之重 喜剑池的诱惑 太大 但凡是天才俊杰 都不想错过 也正因如此 那些平庸之辈 都不敢前来参加 否则 人数还会更多 夏清城在旁边低语道 大岛也是 楚行云点点头 万剑阁的宗誉 和其宽阔 五者数目更是庞大 如果所有青年到来 总计数目 恐怕有千万之巨 眼前的几千人 全都是天才 无意庸人 幸好现在只有数千人 倘若所有青年到来 恐怕我没命活到现在了 楚行云长输了一口浊气 目光有意无意地瞥向了周围 在这时 有一道道冷漠目光扫来 落在了楚行云的身上 这些目光 充满了嫉妒 愤怒 对楚行云极为的不友好 李这家伙 又平嘴 夏清城听出了楚行云的打趣意思 狠狠瞪了他一眼 不过 他的俏脸上 却是浮起了一抹淡笑 并未怪罪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两人的关系 已经变得极为熟络 相互之间的打趣 并不会有所影响 反而让他们变得更为亲密 这一幕 周围青年都看在了眼里 当他们看到夏清城 对着楚行云笑的时候 内心深处的嫉妒之火 冲天而起 几乎要让他们抓狂嘶吼 月末半刻钟后 前方的万剑阁之人 缓缓停下了脚步 在人群面前 有着一座维俄宫殿 这座宫殿美轮美奂 一根根巨大石柱耸立着 雕刻成剑形 剑尖摇指天穷 气势颇为的灵力 宫殿中 有不少万剑阁的弟子 有男有女 全都是散发出灵力剑气 人群汇聚在宫殿之中 在他们的前方 有着一片冷冽池水 这池水呈现出柠檬之色 烟雾鸟绕 如同仙境玉池那般惊艳 在宫殿的前方 有着一行人 一名白衣老者立于守卫 见过长青见主 见此人 人群纷纷攻身行礼 以示尊重 此次的喜见试炼 云长青乃是裁判之一 他们自然不想得罪 试炼即将要开始 望你们能施展出所有实力 一举成为我万剑阁弟子 云长青依旧是不苟言笑 声音显得有些严厉 只见他目光缓缓扫过人群 当看到楚行云的时候 也没猛地皱了下 楚行云感觉到了云长青的目光 微笑着点头 对于云长青 楚行云还是颇有好意的 此人性情公正 不卑不亢 深得众人爱戴 更为重要的是 在拍卖场上 他还好心提醒了楚行云 这一切楚行云记得很清楚 当初在拍卖场 我好心提醒此子 让他莫要参加试炼 此刻他仍是要参加 只希望他能活着离开吧 云长青在心中暗暗说道 目光一移 看向了眼前众人 此次的试炼 除了关系到能否成为万剑阁弟子 还将决定谁能进入喜剑池 但进入喜剑池的名额 仅有十个其中的危险和纷争 想必你们也很清楚 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试炼的时间 为一个月 在这段时间内 希望你们能好好磨练 增进自己修为和实力 说到这里 云长青向后退了几步 刚欲出言宣布 忽帝一股狂乱进风扫过 将池水吹皱 荡漾起阵阵液 人群扭头望去 却见在前方的虚空中 多出了一行身影 欲空而来 速度尤为迅猛 没想到 又遇到了熟人 楚行云也看向了那里 嘴角为先 浮出淡淡笑叶 但他的眼眸深处 却是闪烁出仇恨之神光 他目光所及之处 是两名中年男子 异者 身穿火红长袍 气息狂暴 如同一团熊熊烈火 还未靠近 就让人群感觉心生燥热 感觉极其的难受 而另一者 衣着灰袍 面颊消瘦 左眼楚还存有一道 其长剑痕 双眼阴沉如水 四代有仇恨般 哪怕是扫一眼 都让人群不寒而栗 如芒在背 这两人 前者是长赤霄 后者则是秦秋末 他们 都是处行云的熟人 第357章无事规则 长赤霄和秦秋末的到来 令很多人的脸色变得难看 古剑会上 长明阳带领秦长两家子弟出现 并且当众说出狂言 让人群不得对两家子弟动手 企图扰乱喜剑试炼的公平性 现在 长赤霄和秦秋末亲自到来 无疑是要威慑众人 如果在试炼期间 有人对秦长两家子弟动手 或者相互厮杀 即便那人最后能进入万剑阁 恐怕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要知道 长赤霄和秦秋末两人 深得万剑阁阁主重视 两人的地位 视力 都是极其恐怖 甚至可以说是一手折天 理来作甚 两人才刚落地 云长青就快步走了过去 眼神冷漠地看着秦秋末 习剑试炼 共有两名裁判 一者是云长青 另一者则是长赤霄 秦秋末虽是万剑阁建筑 但他并未得到许可 按理来说 不得进入此地 现在 秦秋末不仅来到了这里 还侵略秦家子弟到来 这般举动 会增加他人的心理压力 让试炼变得不公平 秦秋末的双眸同样冷漠 对着云长青冷笑一声 道 我虽是万剑阁建筑 但我也是秦家家主 今日 我以秦家家主的身份到来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秦建筑的事 我已经禀报了阁主 只要他不干预试炼 就可以带领秦家子弟到来 如果你意义 大可去反驳阁主 长赤霄也说话了 声音中带着一丝得意 听到眼前两人的话 云长青神色一领 话音变得低沉 道你敢说出这样的话 就说明你早有依仗 就算我出言反驳 恐怕也不会有半点作用 既然某人要露一露脸 那我也懒得理会 毕竟刚刚死了个儿子 也应该出来散散心 免得抑郁成病 有损万间隔的脸面 云长青的嘲讽言语 让秦秋末的面庞颤抖了下 一股滔天怒意涌出 直然抱贺道 云长青 你好大的狗胆 竟敢谩骂于我 这里秦空生死 才过去短短几天时间 秦秋末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 此刻 云长青如此谩骂嘲讽 他如何能忍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云长青的脸色冷漠 让秦秋末更是气急 沐浴 冷意 两者交错于宫殿中 光是那股呼啸而起的狂风 就让池水变得波涛翻滚 混乱不已 看到这一幕 人群并没有感到吃惊 万间隔中 本就存在着诸多不和 云长青刚正不阿 而长赤肖和秦秋末则是阴险狡诈 双方之间 早已是世如水火 倘若不是看在喜剑试炼的份上 他们甚至会大打出手 在云长青和秦秋末争吵之时 楚行云将目光移过 看向了后方的两家子弟 今日 长明阳也来了 他站在长赤肖身后 一双眼眸省下 宛若阴冷毒蛇那般 死死地盯着楚行云 很显然 他依旧记得拍卖场的事情 对楚行云充满了敌意 楚行云没有理会长明阳 目光继续望去 不知道为何 当两家子弟落地的瞬间 他心中突然生出了一股异暗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是 阳刚之力 此时 楚行云的目光落在一名长家子弟的身上 那人的体内 竟亦散出一丝阳刚之力 虽微弱不堪 但真真切切地存在着 那名长家弟子感觉到了楚行云的目光 脑袋低下 向后缩了一缩 而他体内的那一丝阳刚之力 则是变得更加微弱 几乎难以察觉 当日 长明阳带领两家子弟来到古剑会 那四十三人中 修为最强之人 不过是第零八重天 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半步天灵之境 而且 刚才那人的气息 已非青年 只是通过某种卫装之法 改变了容貌 楚行云猛然皱眉 闻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 只见他双眼微微闭合 当再次睁开之时 一抹血光掠过 使得他的眼神变得无比凌厉 似能看穿一切的卫装 他再度看向两家子弟 每一人 都被映入了眼帘中 无所遁形 除了刚才那人 还有五人 同样身负阳刚之气 这六人 修为皆是半步天灵 体内的阳刚之力很是微弱 只要施展秘法 就可以掩人耳目 楚行云将眼中的鸿芒撤去 心中 闪过了一丝明雾之色 这次试炼的前十席位 能进入洗剑池 催炼全身体魄 如此机会 太难得 所以 行秋末何尝持销暗下布局 先让长明杨威下一众天才 然后再让六名半步天灵境之人 悄悄藏入两家子弟中 扰乱洗剑试炼的公允 参加洗剑试炼之人 来自各大皇朝和王国 他们 是最杰出的青年一辈 天赋极其惊人 但即便如此 最强者 也不过第零九重天 未能掌控阳刚之戏 一旦他们遭遇到半步天灵之人的偷袭 追杀 几乎难有活路 毫不夸张地说 有这六人的保驾护航 行长两家子弟 并能夺得进入洗剑池的名额 甚至 可能包揽前十席位 踏入半步天灵之人 只要尽心苦修 并能进入天灵之境 即便在万剑阁中 也能得到长老之位 为了夺得前十名额 行秋末和长赤霄 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 不许不下如此之局 思索间 楚行云忽然想到下清澄说过的话 他说 行秋末和长赤霄两人 在万剑阁屹历多年 有不少的帮手 势力颇大 并且深得万剑阁阁主的重视 这一次 两人如此的明目张胆 完全无视了洗剑试炼的规则 此时的背后 是否有其他人在推波助澜 又或者说 连万剑阁阁主 都被他们收买 楚行云的思绪不断延伸 到最后 仍是未能定论 他深吸一口气 望向秦秋末和长赤霄的目光 变得阴烈起来 心中冷道 不管你们这次有谁相助 相互之间又有多少利益关系 此次的洗剑试炼 我绝不会让你们称心如意 这43名家族子弟 一个 都别想活着离开 第358章拉开帷幕 眼前这些家族子弟 本就作恶多端 任何人都想除而后快 这次 有6名半部天灵之人保护 他们肯定会变本加厉 造下诸多杀戮 不管是为了复仇 还是重创秦秋末和长明阳 楚行云都不会留情 而且 他从秦空手中得到了显宗欲 就算这些人逃到天涯海角 也能轻松找出 现在的楚行云 就像是阴影中的猎人 只要试炼正式开始 整个秘境 都将成为狩猎场 而秦场两家子弟 则是一头头猎物 无知地等待着死亡到来 这时 云长青和秦秋末结束了争吵 两人各站一侧 狠狠地瞪着对方 而长翅肖则是站在原来的位置 抬头望着天空 似在等候时辰 时间差不多了 你们进去吧 长翅肖到了一句 让人群纷纷回过神来 脸带激动之色 纷纷朝着入口快步奔去 我们走 下青城站起身来 顺着入口的阶梯 一步步往下而去 楚行云发现 这池水并非实物 只是一抹水波光晕 这里只是秘境的入口 而喜剑池 则是在秘境的最深处 楚行云在心中暗道 随后和下青城一起步入其中 顷刻间 楚行云感觉有一股奇妙的力量 作用在自己身上 临海中央的纳结剑间 微微站抖了下 似乎有所共鸣 此物果然跟喜剑池有关 楚行云眼眸为变 验证了自己的心中所想 此刻 他们已经踏入了秘境 楚行云发现 那条阶梯依旧存在 但他们却身处另外一片空间 周围布满围光 前方 则是一条奇长古道 看不到尽头 踏上古道 试炼将正式开始 所有人的位置都不同 但方向仅有一个 就是不断往前 只要走到秘境的尽头 也就代表你成功通过了试炼 下清城凝视着楚行云 兵主道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若遇到难关 宁可藏起来 也不要硬拼 常请两家之人 没一个好东西 好 楚行云随意笑道 不乏轻跨 率先踏上了古道 温义生 眼前光景瞬息变化 当楚行云睁开双眼之时 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座高坡上 周围是一片密灵 古树丛生 气息潮湿 仿佛来到了上古蛮荒 这里似乎是一处天然迷宫 楚行云扫视周围一圈 话音平淡 喜见识恋 本就充满考验 危险 能安然通过者 方才能成为万间隔弟子 关于密境内的考验 他曾听下清城说过 所以并没有太多吃惊 手指抹过除物界 楚行云将险宗欲拿了出来 随着灵力绽放 险宗欲立刻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欲生光洁 其上开始浮出一枚眉光点 散乱无序 皆是朝着前方掠去 速度极快 人群进入密境的位置 都是不可控制的 但目的都相同 要抵达密境最深处 所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最后 所有人都会相遇 不可避免 常情两家子弟 全都拥有险宗欲 他们越是向前 就越容易聚集在一起 最好的下手方式 就是逐个急迫 让他们难以聚首 楚行云的实力 很强 但同时面对着43人 仍是有些诛金剑肘 更何况 他还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暗中灭杀 是最好之选 将险宗欲拿起 楚行云开始找寻到 最近的一支家族队伍 身形闪掠 瞬息就消失在密林中 唯独留下破开空气的嘶嘶声音 此刻 迷宫森林之内 一处宽阔的平地中 站立着四名黑衣青年 他们正停下来休息 恢复着周身灵力 试炼刚开始没多久 我们四人就能聚集在一起 往后的这段路 不管出现任何人 都难以拦住我们 常拦长老的实力 和其霸道 即便在六名长老中 都能名列前三 有了他的保护 自然不必有所担心 比起这个 我更希望能遇到多点人 如此一来 我们就可以杀人捷悟 大发一笔横财 没错没错 那些家伙来自各大皇朝和王国 手上宝贝都不少 若能盘剥一番 收获定然喜人 不过 我更想遇到夏清城 此女美貌如仙 身材曼妙 玩起来肯定畅快销魂 三名家族子弟低头议论着 脸上竟是贪婪之色 而他们口中的常拦长老 则站在最前方 她的面容虽年轻 但举手投足间 却散发出一股稳重气息 家族有令 我们不得过多停留 要尽快抵达秘境深处 跟其他人会合 一路上 除非是遇到肥杨 否则都不得停下 只不过 常拦的雨风一转 语气陡然变了 木带斜光 道 如果遇到夏清城 我们倒是可以停下来 好好享受一番 大夏皇朝第一美女 谁不想压在身下 听到此话 三名家族子弟的目光 更加炙热了 像是一眼 都能看到对方眼中的邪光 试炼刚开始 你们就想着染指他人 情长两家子弟 还真是该死 就在这时候 前方传来了一道声音 让四人的心头一颤 目光处 一道身影从密林内缓步走出 身材挺拔 五官俊逸 后背 悬挂着一柄漆黑重剑 正一步步靠近走来 洛云 四人立刻认出了楚行云 短暂失神后 纷纷抱涌出狂喜之色 进入秘境之前 长明阳曾发出一道命令 只要有人能斩下楚行云的头颅 并且将黑洞重剑夺回来 就能得到一剑王戏 所以两家四十三名弟子 清楚认得楚行云的面容 都想把他杀了 斩下头颅 从而得到一剑珍贵的王戏 踏破铁鞋无密杵 得来全不费功夫 少主的这剑王戏 将归我长蓝所有 长蓝大笑一声 双手环抱胸前 命令道 你们两个 动手杀了他 是 那两人自然不敢违抗长蓝的命令 一刨飘动 身上隐隐有灵力绽放 同时走向了楚行云 眼中冷意越来越深 这两人的修为 皆是第零五重天 看来被小看了 楚行云心中低笑 黑洞重剑拔出 一股妖异之光 从他眼中绽放 冰冷而又刺骨 刚才的青年刹那间变得妖郡 身上的长山舞动起来 有一股肃杀之气 弥漫在空间中 杀 阴沉的低喝声音 从两名家族子弟口中吐出 醒客 武林之光绽放 两人同时出手了 一人身负凶残突鹰 手掌探出 如鹰爪般锋利 朝楚行云扣杀了过去 虚空中 鹰爪失影重重 竟是可怕的狂暴气息 而另一人 则是手持寒光长剑 剑气爆发 顺习锁定住了楚行云 两人的出手 都是杀招 在他们的眼中 楚行云就是一头带宰的羊羔 无法反抗 也无力反抗 只要将其灭杀当场 将会得到无数的好处 呼呼风声响起 当两人越发靠近过来 楚行云的黑洞重剑爆刺出去 剑光无华 看上去没有丝毫的玄妙 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剑 但 剑身处体的一刻 鹰爪失影消散 寒光剑气湮灭 那两人还没有搞清楚情况 就感觉一股可怕的力量降临下来 将他们的身体震碎 化为漫天碎肉 一剑 两人皆死 复仇之杀戮 缓缓拉开了尾幕 第359章美好憧憬 望着虚空中的血腥之景 那名家族子弟的双眸紧缩 陷入了呆滞当中 刚才他们三人 心中都存有强烈的贪婪之意 藐视了楚行云 觉得楚行云出现在这里 是上天给予他们的恩赐 杀之 就能得到丰厚奖励 但这一刻 他的心神 却在战斗 刚才的两人 皆是第05重天修为 为猿猎中游层次 但楚行云仅用了一剑 就将他们灭杀掉 尸体化为碎肉 彻底的死绝 相比于这人的恐惧 常览心中虽诧异 但并没有惊慌失态 他将双眼微微眯起 冷冷地盯着黑洞重剑 面带疑惑之色 这柄漆黑重剑 你为何能轻易掌控 终于 他吐出了一道冷漠字音 气息凝固 竟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姿态 似在逼问 黑洞重剑 本是长明阳无意中得到的 对于这柄神秘的重剑 常吃萧美少研究 就连万剑格格主 都曾苦心尝试 但结果 仍是无法掌控黑洞重剑 更无法发挥出黑洞重剑的强悍力量 正因为这点 常明阳才会拍卖黑洞重剑 想要狠狠地大赚一笔 常兰身为常家长老 对于黑洞重剑很是熟悉 他很惊讶 为何修为如此低微的楚行云 能随意掌控黑洞重剑 并且释放出如此恐怖的力量 以你们的境界 纵使我出言解释 恐怕你们也不会明白 楚行云也没微挑 所说的话音 让常兰的目光省下 身上 一片片幽兰林甲弥漫而出 整个人的气息都变得狂暴许多 常兰在常家的身份 并不低 仅差一步 就能够踏入天灵境界 但今日 他却感觉自己被嘲笑了 而嘲笑他的人 还是一个矛头青年 这让他如何能忍 瘟一声 一股阴沉力量疯狂绽放 常兰双手张开 食指蔓延出风锐利爪 爪成幽蓝 让周围蔓延出浓厚白雾 难以辨认出方位 感受到常兰身上的愤怒 楚行云笑意更甚 他刚才的话 是事实 并非嘲讽 在长石霄等人眼中 黑洞重剑 是一柄剑气 只要融入灵力或者天地之力 就能够随意掌控 成为贴身之物 这样的举动 太粗糙 只是将剑气当成工具而已 难得精髓 若要真正掌控剑气 必须将心神融入其中 让剑修和剑气之间 形成一股羁绊 也唯有此法 方能感知黑洞重剑 发现那枚黑色光阴的存在 如此境界 已经无比接近零剑合一 而反观常持消 乃至万剑格格主 他们的剑道境界 都只停留在基础层次 就像楚行云所说的 就算他出言解释 他们 也听不懂 更别说真正运用 这 无关修为 是境界上的差距 幽魂斩 一道冰冷的喝声 从长篮的嘴中吐出 顷刻间 那片浓厚白雾翻滚 仿佛有一股可怕的进风卷起 充斥着森然之光滑 修 脚步一踏 长篮身上弥漫出一缕阳刚之戏 同时他的食指朝着楚行云刺杀而去 力爪封锐 连天地灵力都可以轻松撕裂 长篮长老拥有幽魂武灵 食指之封锐 连宝器都可以撕开 这家伙死定了 看到长篮施展出杀招 那名家族子弟长输了口气 神色略为得意 楚行云依旧站在原地 见对方不断靠近自己 他将黑洞重剑瓶举起来 周身肌肤之上 居然闪过琉璃之色 全身精血如肋骨 发出了轰鸣之音 这小子 好生诡异 长篮已经来到楚行云的身前 心中突然惊了下 但他并没有收手 攻势更加迅猛 每一根力爪都蕴含可怕的杀意 朝着楚行云扑天盖地的杀来 楚行云的眼中掠过血色之光 零剑浮现 静直和黑洞重剑融为了一体 化为一道漆黑风暴 将长篮整个人都倦了进去 剑气风暴 双手陡然停下 楚行云身上血气冲天 剑光舞动 飞动重剑紧握于手中 直此而出 将整道漆黑风暴都吸收掉 浑重如山 无比轻松地震碎了长篮的食指 啊 一道凄惨的声音传出 只见长篮的双手被震裂 那股恐怖力量窜入体内 痛楚森然 让他五官都变得扭曲起来 这一刹那 长篮完全没有灭杀楚行云的念头 只想逃 离开这里 但 那股力量在他体内炸开 只见他体内血气崩裂 心脏破碎 鲜血飞洒 染红了整片长空 而他的身体 则是软软地倒了下去 死状尤为的凄惨 长篮长老 也死了 大名家族子弟的脑袋一空 心跳似要停止 半步天灵之境的长篮 死在了楚行云手上 同样是被一剑灭杀 妖怪 你绝对是妖怪 那人发出了一道歇斯底里的叫喊声 身形扭转 却发现一尊银白虎兽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他的身后 扑 风锐虎爪横扫 轻松撕裂了那人的喉管 直到死前一刻 他都不愿意相信这一幕幕 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一切 都不是真的 尸体蝶落在地上 惊起了一捧烟尘 没过多久 整一片树林 恢复了以往的宁静 白虎回到楚行云身旁 金色眼眸中的那一抹杀意 却并未消散 仿佛他就是为杀落而生 永远都不会散去杀意 干得不错 楚行云伸手摸了摸白虎的头颅 心念为动 将死人的储物借拿在掌中 并且逐一把险宗玉捏碎 顿时 险宗玉上面的光点 少了四道 仅剩下了三十九道 白虎 我们继续 楚行云发出一道长啸声音 随即 一人一虎 化为两道飞速流光 没入幽境密林当中 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密境外 灰红宫殿 阁楼上 秦秋末并没有离开 他站在长赤霄的身旁 双手赋于身后 静静凝望着密境入口 他们应该已经会合了吧 秦秋末突然到了剧 声音低违 只有两人能听到 当然 长赤霄胸有成竹之色 笃定道 那六人 乃是你我精心挑选而来 不管是实力还是手段 都极为出色 那些毛头小子 根本不是对手 欲知 必死无疑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秦秋末长舒口气 心中似乎想起了什么 脸上浮起一盏肉疼之色 叹道 为了这次试炼 我们付出的代价不小 光是阁主那边 就耗费了千万灵石 但愿他们不会令我失望 只要能包揽前十席位 你我两家 就能培养出更多天才 千万灵石虽多 但比起这一点 就不算什么了 长赤霄话音淡然 双眼远眺 同样望向了秘境的入口处 忽地 他的面庞上 绽放出一抹笑意 眼神憧憬 仿佛已经看到 试炼结束之时 形成两家子弟 包揽前十席位的美好画面 第360章路遇阻杀 楚行云和白虎 在密林穿行着 双眼明示前方 并没有灭杀强敌之后的喜色 在楚行云看来 半步天灵之人 并算不得什么 当初在流云皇朝 楚行云的修为不过地灵一种天 但依靠着种种手段 却能斩杀半步天灵境界的流松 震惊了整座皇朝 此刻 楚行云的修为已达地灵五重天 且拥有黑洞重剑这样的逆天一宝 自身实力 已有了巨大的提升 莫说是半步天灵之境 就算是面对着真正的天灵强者 楚行云也有一战之力 在密林中穿行片刻 没过多久 楚行云来到了一处山间古道 这里遍布着蚕山独风 一眼望过去 山势问乱 透着难以言说的压抑之感 楚行云拿出显宗玉 低头看了眼 眉头立刻紧紧促起 玉身上依旧布满了光点 但这些光点不再散乱无序 而是会合在一起 缓缓朝着前方行径 很显然 这些家族子弟已经三五相聚 向密境深处近发 距离我不远处 也有一支队伍 楚行云的目光聚焦前方 在那里存在着十五道光点 闪烁而亮 尤为的显眼 十五道光点 那就代表着 在古道的尽头 有十五名家族子弟 这个树木 已经极为的庞大 而且按照惯例 这里面 多半有半部天灵之人护航 而且 很有可能不止一人 更让楚行云惊讶的是 这十五人 并没有向前行进 而是停在了原地 一动也不动 抵达密境最深处之人 就能通过试炼 成为万剑阁弟子 而前十席位 则可进入洗剑池 所以 行长两家的最终目的 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家族子弟到达密境最深处 但为何这十五人却停了下来 难道他们知道我要通过古道 故意堵截我 这个念头刚出现 就被楚行云否定了 虽说他被长明阳下达了追杀令 但进入密境之时 所有人的位置都无法预测 因此 行长两家子弟 不可能知道他的具体位置 连位置都不知道 更别说不下埋伏 等着楚行云自投罗昂 正当楚行云疑惑之时 沙沙的轻响声传出 楚行云目光豁然间一宁 朝着声援楚望去 很快 一道熟悉身影出现在视线之中 来者居然是方师 在荒芜古道中 方师飞快奔略着 他的猎土荒师武林早已幻出 附着在身上 使得他的气息都变得狂暴 四肢踏地 速度快得惊人 只不过 楚行云很敏锐地注意到 此刻的方师 竟是独自一人 而且他的神色看上去很是惊慌 时不时扭头望向后方 楚行云望向方师之时 方师也发现了楚行云 一道冷漠光滑在眼眸中掠过 脚步挪移直直地朝着楚行云奔来 没想到我会在这里遇到你 看来老天爷都要给我个机会 让我找你报仇血恨 方师发出一声怒吼 手中长剑挥舞 身上的狂狮须影似乎变大了 爆发出阵天师吼 此方师没有丝毫犹豫 一看到楚行云 剑便呛然出窍 展向楚行云的头颅 在古剑会上的一幕幕 方师记得尤为清楚 尤其是众人看他的嘲讽眼神 更是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 永难抹去 所以他那时就默默发誓 在喜剑事恋中 只要他遇到了楚行云 都会把剑斩杀 用鲜血来洗刷齿入 夺得下清诚的芳心 找死 楚行云吐出一道冷漠字音 手握黑洞重剑 瞬间 整片古道的气氛 都变了 如同坠入了冰窖中 无比的阴寒 冰冷 零剑破戏 含义肆虐虐空 本来楚行云不想跟方师有所交集 准备大步向前 看一看那些家族子弟在玩什么把戏 谁知 这个方师二话不说 直接拔剑杀来 要置楚行云于死地 这 让楚行云顿生恼怒 有依抹杀一符上了心头 斩 楚行云一剑刺出 剑家寒义 如同一座万古雪山杂落而下 将天地灵力凝固住 就连方师的猎土荒师武林也被冻僵 再也无法动弹 枪一声 双剑在半空中碰撞 尸影被瞬间碾压得粉碎 影踪消散 曝露出了方师的身影 那股剑气与微肆虐开来 直逼周身之要害 怎么会这么强 方师经的眼珠子都要突出来 他怎么都想不到 楚行云的真正实力 竟会恐怖如斯 让他连抵挡的资格 都没有 通隆隆的巨响声传出 剑气压迫在方师身上 眼看着就要目入体内的瞬间 一道火红身影浮现 成狮形 把方师全身上下都笼罩入内 随即 方师的速度奏声数倍 如同一抹幻之狮影 居然避开了黑洞重剑的剑气 头也不回的疯狂逃窜 掠出了一道道残影 楚行云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但手中动作不止 剑锋摸移 以他为中心 一股森然寒意降临下来 所接触之物 皆是化为了冰雕 寸寸寒风 袭落天地 这股寒意 同样笼罩住方师的身体 让他站抖了下 心神恍惚间 楚行云的剑到了 一剑破寒冬 光是那股浑重剑压 就让方师吐血三声 狠狠地朝地面砸去 轰 恐怖的巨响声传出 下方的鼓道出现了奇长裂痕 那是方师的身体砸在了上面 嘴巴一张一合 不断喷出滚烫鲜血 毫无钢材的霸道姿态 楚行云缓缓落下 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手掌上 黑洞重剑低迷着 杀意轻然而散 感受到这股冷漠杀意 方师慌了 连嘴角的血迹都没有擦去 盯着楚行云 求饶道 骆云 我承认你比我强 从此以后 我不会再觊觎下倾城 更不会对你出手 请你高抬贵手 放我一条生路吧 比起这种沉默 我更愿意相信死人 楚行云冷笑一声 让方师的瞳孔竖然紧缩 他的身体疯狂颤抖着 最后 眼中闪过了一抹亮光 高呼道 骆云 你若不杀我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嗯 楚行云眼眸为宁 剑锋停顿了下 剑状 方师如获大赦 深吸了一口气后 凝声说道 你可曾知道地刹奥灵草 你可曾知道地刹奥灵草 你看看看历紧了